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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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 我们上次讲到 游心法界记本身的法界无碍法文 有特别强调说 不文法界的 引起这个道理的话 我们修菩萨行 可能是假名菩萨 同学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是这样 你不读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就是说你经过了无量 阿僧琪姐的修行 可是努力的修 但还是假名菩萨 这样会不会感觉说 比较烘抬了华言经一样 或华言的这个道理 其实大家要是了解的话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第七页 这块刚好是第七页的地方 就讲到说 我们在学习的一个菩萨道上 我的字太大了 所以这个没有完全进来 对不起 稍微收一下 就是说经过无量阿僧琪姐的修行 可能还是一个假名菩萨 这个道理的话 我可以挤那个 像华言经实地品 实地品那个特别讲的就是实地菩萨道的一个修行 透过地地的修行 那这个实地品都还叫实地金 事实上在维世后中观也是他们的一个修行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或是一个金 那在实地金或实地品的这个著作里面 经典里面像他又讲到其实从花菩提心开始在修行 经过了一阿僧琪姐乃至二阿僧琪姐等等修到所谓的到第七页 对因为从从我们还没有登翻喜地之前的话以为是来讲要修一阿僧琪姐你的真正菩提心才能够发得起来 对然后从初地翻喜地一直到第七页还要再修一阿僧琪姐 对对然后再往上到八地道成为顶一地阿僧琪姐然后在这个这部经典实地金本身的一个描述里面 其实从翻喜地一直到七地其实一个菩萨行者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精进努力在修行的 对那至于二阿僧琪还是无量阿僧琪 我们这样子就不在时间上 但等于一地到七地虽然努力的修行 但他是只以一生修无量行修多行而已 以一生然后登到了第八地也就不动地的时候 到不动地的时候是一生是以一生可以做无量生 你可以知道说是以无量生再修一个修行的 要是说以无量生做一个善事那这个善事是无量无边的 然后以无量生做无量的善事那当然就是从从无境 那对比前七地来讲 你在怎么努力修 做了多少的一个功德等等事业等等 那这些的话还是只是一生在修而已 一的一切跟一切的一切哪个比较多 是啊 这个就是对比说那四经菩萨在十地经有这样讲 其实以那个十地经来讲的话 前七地的话是寄显在三圣法 等于身文元解菩萨道的这个法门 然后八地以上的话寄显一圣法 一圣法 那我们从这边来呼应就是说 为什么要闻一圣教理这种法界无碍延起的这个道理 事实上可能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到八地的时候 其实菩萨的修行它事实上是以一生做无量生的 我们知道说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化生乃是无量的化生 它是以一生做多生 所以我们去了解观世音菩萨的话 以十地来少 至至少少要从八地来了解 以一生做多生 所以千百亿化生来广度于众生 这个刚好可以从法义上来看 那要是我们不明白这样一级一切的一生即是无量生的话 你在修行上菩萨行上的话 往往会在于只是一生在行菩萨行 再怎么努力的话 再怎么讲多的还只是一生的多而已 而不是无量的多 无量的无量 同学可以了解到这个道理 那有关这个道理的话 我们上次一开始上课跟大家一直分享到了 就是说从一生的话 它不可能是固定在法界沿起 华人的道理来说的话 其实一生它就是无量生了 所以一个善事是无量的善事在运转的 那要是我们真的修菩萨道行者的话 你不文法界的道理去修的话 你还是一直受限你这个一而已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应该讲说我们的分别心下的那个一在行菩萨道 那要是能够了解到一不为一的话 它是相依于因缘 所以一生一定是无量生 所以做善事的话是无量的 无量的在做善事 我不是只是你孤零零的在做善事 因为你身上也有无量的细胞 何况就只自身的话也不能独立自身 还有很多条件因缘 以华人来讲都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挤一生一定是无量生的 所以挤一行善事 行菩萨行的话 一定是以一生做多生 以多生做菩萨行 所以形成的话都是重重无尽的菩萨行 所以我们从这边来了解会比较不会说 好像特别要烘台华人一样的状态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法界 以及一切的这个道理 我们没有听闻的话 那因为可能我们在行菩萨道来讲 可能一直会受限我们本身那个一的一个观念 那华人经的话 它是擅长发挥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只是象征性的 重点就是说 我们要行菩萨行 要是说不明白一己一切这样一个法界引起的道理 那你怎么的努力 事实上都还是比较受限于我们本身的那个我们的观念下那个一来行菩萨行 所以还是怎么的努力 怎么的无量无边解 事实上都还是一个有限的 有限的 通常要了解到这个 那这个道理明白之后我们才不会感觉说 华人好像都排到自己比较高一样 事实上是观念的一个打通 那因为华人经只是擅长发挥这种一己一切的那种重重无尽的一个法界道理 所以用华人来象征 对 纵使你不读华人 你明白法界引起的道理 但这样的话本身事实上还是在写华言 写华言经或读华言经的这种情形 那上次跟大家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本身在一个学习上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华言经 对 我帮他上方 就是说为什么我敢说六十华言八十华言是一个小额科而已 这个在法上的华言经指规里面 在探讨那个收华言经的时候 是哪些时间在收 然后整个总结到后面的话 因为是无量无边界时时刻刻 我不在演说华言经 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问题 那这样就问说 那要准此所说的话 说华言会总无了时 就没有尽头了 对对 是啊 道理上的确如此 那为什么会有我们阶级下的那个六十或是八十华言 他讲到说回答说 为下类众生 以无尽收中 类起 类起此等 也就是六十华言这个阶级 下本华言经的一个阶级流通而已 从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的那种六十八十华言经 这个流通于我们的沙博世界 其实是为我们的下根线的众生 特别失识 实际上的华言不是能够用纸本来盖 来把它限定的 对的这种情形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我上礼拜跟同学讲到说 其实六十华言真正要 显示的那个华言经 它是所谓的蒲言经 或叫华界经 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一部经典 没办法透过有限的一个 纸本的这个限制来呈现 那刚好华藏在 在讲华言经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 事实上下本的华言经在简说 就比如我们所谓六十件跟八十件的华言经 事实上他只是为我们沙博世界 没办法堪塑这种上本中本的 横本的这种大华言经 所特别来解极流通 变成我们看到了 就是六十八十 这种三万六千松的这样的一个经典 而且是 等于是下本的华言经的一个所谓下本 就是十万松的华言经 然后流通 我们目前看到了 是让说类本 说类本就是说 他只是十万松的 差不多三分之一而已 那这样的话 对比那种华言经 等等这一台看到 他真的是 真的会非常小了 那这边讲到说 故有此一步 令其建文方便引入无际线 也就到那个无量无边际的那个华言经 无际线的一个华言经 那就比喻 做一个比喻说 如观永细 就是我们打开窗户 对不对 见无际的西空 对 就是一个 开个小窗口 看到那种浩瀚的一个西空 对 那华言经也类是一样 结极流通了这样的一步六十或八十华言 就好像开个小窗口一样 所以说 当之此中道理一儿 观此一步 见无边华海 无边华海就代表了 那个横本大本的华言经 从那个结极有限的 这样一个六十八十华言 去看到无量无边的大华言 然后反过来说 又复此 虽然是一个一步小步的一个华言经 可是你不要小看它 它也是一级一切 所以它说 又复此一步 是无边协海之说 就是依又色一切了 虽然是小 但也是无量无边的华言经 无量无边的华海 对 以截通文无分其故 所以一说即是一切说 虽然是小步头 但实际上也是一说一切说 大家要这样去了解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行菩萨行 要有一身做多身 那华言经 事实上一经 事实上也是一切经的这种观念 都一直围绕着这种一级一切 所以你在讲经 讲时间 空间 人事物 等等等等 基本上 我们可以要掌握到 就是那个一级一切的一个基本观念 这个很重要 就是对经的了解 也不离开一级一切 实践菩萨道 其实也不离开一级一切 它是一个相通的 不会说经典是这样 然后我行菩萨道又另外一个 其实不会 这个在华言中的话 它的理论 事实上是非常一致的 它的理论 跟它的一个言行 实践上 事实上是一致性的 不会说讲一套 另外再做一套 贯穿起来的话 落实在实践菩萨行 还是秉持着一级一切的这个教理 然后在实践上的话 一布施一切布施等等这一些 大家可以掌握到这个 乃至在布施本身的时间空间 对象等 它都形成一级一切的一个无量无边的那种情形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闻那个法界眼睛 或法眼睛的这个道理的一个所在 这个观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 那这个给大家一个分享的地方 那我们再回来看 这个是刚好上礼拜我们谈到 刚好顺便跟大家稍稍做一个补措 一直要连结到说 一级一切的这个观念 大家可以多多的讲到 不管讲到什么 你回到这张图来 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方便性的 一个了解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可以再接续进入 那个有心法界记的这个本身的内容 因为我们当时就 前面的四个人已经讲完 大家应该已经比较熟悉 虽然不是讲得很详细 但因为这四个人 因为跟武教子官其实是大同小异 应该只是一个简类 等于就是一个广跟类的差别 而就是说在武教子官的话 可能前面的一二门 你们要是对过文本的 一二门的话 事实上讲得比较详密 在有心法界记 他事实上他讲的就很比较简单 简类而已 那四里粉龙观跟严禁理解门的话 他本身几乎跟原来的武教子官的那个内容 这样也就差不多 对那比较多一点发挥的 就是在一个法界五爱门 也就是这个第五门 也就华言三妹门 在武教子官就叫华言三妹门 大家去掌握到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进入就是到第五门 那个华言三妹门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法界五爱门 也可以叫海印三妹门 海印三妹 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要修法界五爱的这个法门 修法言三妹的话 一个基本的前提 就是要有侧道信心 侧道信心 因为你对这样一个道理 以及法界沿起这个道理 能够信受的话 其实也就代表我们能够看受这样一个法 对那当然看受这个法 生起这样的信我们就叫侧道信心 对那要是说没有这份信心 等于我们对这个法其实应该是打折扣的 或是乃至没办法接受的 那没有这样的一个测到全满的这种信念的话 其实严格来讲就不太适合修法言三妹了 这也不是法言很自私 而是真的我们 我们没办法对这样一个道理的看受的话 坦白讲就真的就没办法修这样一个法门 对道理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告诉我们就是一己一切 一个等于是对于沿起的这个道理 事实上是全盘脱颖而出的告诉我们 对那也让我们认识到 像我们跟诸佛菩萨事实上是一样的 佛菩萨有的其实你也有 对佛菩萨的利害在于 他体悟了这样的宇宙人生的这个道理就是延起 那用法言来讲的话 这个延起就是一个不说这也要说的 就是一个所谓的无尽法界延起 就是穷就的把一切 所有一切一切的法 其实它的一个关系性发挥到一个极致点 对就是说像一定是不舍一法 一法能够成立一定不舍一法 把这样一个道理全盘的脱颖而出 对那你能够看守这样一个法的话 事实上就可以修这个法门了 那没办法的话可能我们会 就是说佛陀的话 因为这个象征的为什么说 华眼象征着佛陀在普提树下 证悟的那个所体悟的那个道理 因为它象征就是这种延起的圣身法 事实上就是一己一切的一个 从从无尽的一个关系 对这个是佛陀所替代 要是这个延起的要说的话 事实上一定是不舍一法的 一切之法都已知相关相应 而才有这一法的一个成立 那这样一个道理的话 事实上也可以说非常的广 非常的深 对那可能一般我们讲说 我们的沙普世界的众生可能比较没办法看守 所以佛陀的话就把延起锁定在我们的一个生死的一个流转来说明它 也就是所谓的霍跃延起 所以它把延起只用在解释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流转的这个层面而已 这个就是初起佛教到不派佛教它的一个延起观 就是它锁定到给你自身生命生死轮回这个有关的部分来阐述那个道理 而且你会感觉比较相应 之如此类的 对那慢慢的发展的话就有所谓的阿赖也是延起 对因为我们众生毕竟还想找一个到底水在受生死轮回 善计是无我但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所以一切就由阿赖也是所视线出来 所以会把延起用阿赖也是来解释它 真的 那这我们讲有性空延起 对就破一切我们的执着 然后一切都是无自信而显现的这个性空延起 甚至还有讲到真如延起之如此类的 或讲如来藏延起等等 可以知道说会比较偏重某一个点某一个方面上来显示 那什么叫法界延起以上所说的种种延起皆是 就是你讲霍卫延起 因为你是从某一个生命的流转上来看 所以在延起法上大家当然也不例外 就是说难怪你讲阿赖也是延起 你是比较基于以阿赖也是的这个点来说明 那种生死轮回 生命的流转 还有三合大地等这一些 对不对 那性空延就比较从无自信的这个点来显示 一切法都是这样一个假言四色等等而成立的 对那都是延起 所以这样只是一个角度不一样 就好像说我们在谈延起我从这个A2的这一点 那你可能从那个A10的这一点 以后你给可能从E1的这一点来谈 只不过如此而已 对对那这一些的话其实都是种种表达延起的一个方式之一 对对他也可以了解到 只是对就是不管你阿赖也是还是后悦 他只在诠释用来表达延起的一个方式 对对那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都是法界延起 对那你明白你不及时走那个后悦延起 阿赖也是一切 那我再从后悦延起就进入法界延起了 从阿赖也是延起本身就通达到法界延起 并不是法界延起它本身排斥其他 而是说我们的设限其实说 所有一切因缘法当然 所有一切的表法乃至表达延起的这个后悦延起的 阿赖也是一个因缘法 那即使因缘的话用法言来讲就是一个法界延起 就是一个无尽的延起的一个观念 所以乃至我们众生 我说我还没有学我 那我是我们六道的一个众生 那我执着我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 那我不执着我的当下本身就是一个法界延起 所以从这来看到从怀眼来看 我们六道的众生本身就是法界延起 何况已经出世监法的后悦延起了 阿赖也是延起乃至真如延起 当然更是如此 大概从这边来看 所以这个就是说众生迷惑颠倒的话 他只是不明白延起 但我们明白我们的迷惑颠倒 不再执着我们的迷惑颠倒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佛法了 进入佛法了 对 那进入佛法了就是一个延起 对对 那不管阿赖也是啦 后悦延起 事实上本身都是法界延起 六道真正都已经是法界 何况出世监法的这种声闻道 圆觉道 菩萨道等等等等 从这边来看 对 那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到说 其实法界延起只是一个为了要表达 表达了所用的一个术语 像他只是要告诉我们 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点 乃至我们世间的你我他 乃至花花潮潮的 其实都是法界延起 认一法 所以法院常常讲认极一法 认极一法 即是法界 即是法界延起等等 来自我们上次讲五教的直观 就是眼睛 眼睛看到色那个花等等 然后耳朵听到声音 等于说眼见耳闻等等的 那种六根六层 无不是法界延起 对 无不法界 而且都是契录 这样一个法界延起道理的一个契机点 对 那这个只是几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六根 六根对着六层 对 等等 我们就承认就是法界不离此 离此也就无所谓的一个法界的这种情形 大家可以去了解到这样一个观念 那我们叫他法界 事实上只是为了表达说明 只要按一个名词 只要叫法界 对不对 这样就要阐述 其实上法法平等一 即是一切的道理而已 对 那我们众生迷自迷这个道理 对 那佛的话 佛的厉害只是因为他觉悟了这个道理 所以他才变得很厉害 所以我们上次跟同学开玩笑的时候 其实佛也不怎么厉害 要是没有法的话 佛也厉害不起来 就是因为法的关系 所以从法来看的话 其实众生跟佛是一样 完全是平等的 我们只是你而已 佛只是觉悟了 这样 对 那不管 你还是悟 其实这样 只是知不知而已 但都是法界缘起 都是因缘法 那即是因缘的就是法界 对 那从这边来看 我们可以说 对于这种 佛法的这种缘起的这个道理 到法眼的话 其实也可以 到法眼中可以 可以说 淋漓尽致地把它发挥出来了 那法眼这部经 只不过 他擅长表达这样一个道理 对 或是透过一种 比较一种 诗意的一个语言 描述性的这个语言 来呈现诸佛菩萨的一个意境境界 只不过从体证来看 就是一个境界 从法意来讲的话 就是法界缘起 或者一己一切的这个道理 只不过这样而已 对 对 那这个 所以我们从华言中 或华言间 像他整个 因为事实上所复印的 其他简单的来讲 事实上 不过就是在说明 宇作万事万物 它彼此的一个关系 那这种关系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重重无尽 无量无边 那这个对我们一般来说的 是很难看守 也很难去理解的 因为我们所了解的 还是会受到我们本身的一个 应该讲一个知见 或是我们能够看守层面 大概我们讲说 这种道理要是 就是说这个X 它是这个十个圈圈 所构成的 这个我们可能还好了解 那你说千千本身 每个千千又有它的音源 那一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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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无量无边 对我们来讲的话 是不是很能够看守的 你可以讲少一点 我们比较能够承担 那要讲到 到一个无边纪的时候 我们真的看守不了 这个是现实上就有这个限制 对的这种情形 对那没关系 就是了解之后 慢慢慢慢我们不断地欣喜 事实上就总像那个 那个种子 那有了这个种子的话 有一天其实它一定会 因缘成熟的 对是先 先种这个种子而已 对那我们以前 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大学的时候 接触华眼 其实 有听华眼睛 但有听没懂啊 对 但还好就是还是喜欢听 就是保持那个 还是喜欢听的那个 叫我们活话讲的 就是一个善根种子 对因为 保留那个善根种子还在 虽然没有听懂 对那有这样一个种子在 所以到了研究所的话 就想要写论文就 不知道就是就想去写华眼的那个论文了 对就是这样一个因言 那也透过研究所的这样一个鞭策 因为只要逼着自己 不懂也要懂 不是也不是真的很懂 就是就是有点产生一种鞭策的一个作用 对然后让自己 能够在华眼这一海本身里面 多留意去多去学习的这种情形 所以大概只是从不懂的一个种子本身 它可能就慢慢慢慢慢慢的这样的 欣喜下去的这种情形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里 那我们上次讲到 就是稍微提到那个 法界无奥就是华眼三昧 其他也可以叫海印三昧的这个观念 对所以这三个名称 实际上是相通的 相通的 那当然从差别相来看 会偏重面会比较不一样 这个华眼三昧比较偏重在 我们菩萨的阴地形上来看 对有万花庄业 对对比较偏重阴地的一个修行上 那海印三昧显示一个 整体的一个朗线比较可以从果上 对果上的一个呈现 对那法界无奥的话 当然顾名思义 它就比较从法义上 就是义边 就是法义上 教理上来给它名称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法界延起 法界延起 事实上就是比较讲的 就是从那个教理上 义礼上来呈现 叫法界延起的这种情形 那上次的话有关于法源三昧跟海印三昧 其实我们是简单的跟大家带了一下 大家可以 现在回来我们可以稍微再把它讲的详细一点 就是他在法障在有行法 先帮我们单独的解释 什么叫花 什么叫圆 什么叫三昧 三昧 对 就是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位把它先解释一下 那花我们比较好了解 就是表示菩萨因地的万行樱花 对 就是透过阴地上的一个万行的一个修行 对对 然后来庄严成就的 也就是我们叫花言 对 所以起花的话是一个辟语 花是我们用世间的花 它会开花 然后也会结果 那菩萨透过阴地形 然后也会结成果实感的活果 所以叫借用花来做一个辟语 因为它本身都有这样一个相似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比较属于以法脱氏 或者说脱氏险法 脱这个花来显示这样的一个 菩萨万行的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脱氏险法和以法脱氏 把这样一个菩萨因地形的这个道理 借由花的这个辟语来把它显示出来 对 就比较偏重 这个花 世间的花开花 然后就会有结果 那我们菩萨行的话 透过阴地上的一个万恨修行 也会感到活果的一个圆满 所以我们讲说花 花 花言 也强调的就是一个阴地上的一个修行 那言的话就是形成果板上就叫圆 言就是形成果板 所以就花 花眼睛 花眼睛 对 或大方 广佛 花眼睛 对 好的这种情形就是都受 不要透过一个要是偏重在印第的时候就叫花眼 花眼 对对对 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达到形成果满 那跟着这个法界这个道理就相应了就契合相应 对 那当然显示了我们的过葬涌霄 正理 圆结的这个情形 就是一个清净 圆满 好 所以叫花眼 花眼 对 那三昧的话就是当我们修行的这个智慧跟那个道理 法界这个道理相应的时候无恶嘛 所呈现出来的就没有能所差别了 也没有尽致的分别 那么这个我们就叫三昧 所以三昧上就指一个相应 也就是相应的意思 所以他讲到交澈隆隆 彼此既往 冷守思觉 没有这种冷守的一个对立 没有你有他的一个对立 所以我们叫三昧 对 三昧 对 那透过印第的一个万恒的修行 达到一个火果 一个结 火果的一个圆满上的一个相应 这样我们也就叫三昧 就是花眼三昧 花眼三昧 好 然后的话当然稍微照在复杂的话 也是依着这种花眼三昧 它之间的这个四个字的关系来说明花眼 对 或是三昧 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 好 这个是稍稍有点小小复杂一点 他说另外一个解释的话 你可以知道说花也是盐 因即是色果了 因就是果 因 因即色果 对 果不离因 所以法院常讲 应该果海果侧因也嘛 所以理智无碍 因为因果无碍 理智无碍 对 所以花即是盐 对 前面我们片中在这个花比较从因嘛 那到盐就是一个相应嘛 对 那在法院来讲 在因的当下 这样已经是色果了 对 所以叫花即是盐 同学可以了解吗 花即是盐 对 前面是把它分开来 花是因 盐比较偏重在果 把它分开来看的 那现在的话因果不二 所以花即是盐 盐即是花 对 有这一种的说明 也就是说 因果不二 理智无碍 的这个道理 所以花即是盐 对 对不起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要把它点到 怎么会突然跑 突然不小心看到 它怎么会被剁开来 我还把它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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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跑掉了 在这里 不好意思 这个要多多开来 不能多开来 不要多号 要连在一起 对 就是 随着的话 因为随着的话 就说明了 花眼即三昧 刚刚的多号是要 摆在这地方 对对对 没关系 我们现在不浪费时间了 应该多号在后面 对 刚刚是 跳开来了 就是花眼即三昧 花眼即三昧 也就是说 在阴地形的花眼 本身就是三昧了 对 以为什么 以形容离间 因为在修花眼上面的时候 我们本身 事实上 没有能守对立了 所以形容离间 没有能守的一个对立了 已经没有这些 我们这一些 知见颠倒这些问题 所以以这个形 也就是修花眼的话 本身在修花眼形 暗号形的时候 它是 以一切法式相容的 所以要形容离间 对 所以我们可以 再进一步讲说 华眼即三昧 它因为在实践华眼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能守对立的 所以华眼即三昧 大家可以了解吗 这个就是一层一层 就是前面讲的花即眼 但华眼即三昧 但华眼即三昧 花即三昧 花即三昧 这边说花即眼 因为理智五 这边的话 为什么花即四昧 因为它要强调了 因为修花眼形的话 一行就是一切形 而且一行可以顿弦一切形 所以以一行顿修一切形 所以花即四昧 花即四昧 那同样的话 华眼即三昧 跟这个前面要加个道理 华眼即三昧 就讲的一行即多 而不爱依多 华眼即三昧 虽然是华眼 一行即是多一行 因为对着前面讲 一行就是顿修一切形 对对 就是花即四言 然后再把它这两个合夹 叫华眼即三昧 就显示说 虽然一行即是一切形 可是不仿依多的差别 所以华眼即三昧 然后再来的话 也可以顺着这个再解释下来 就是说 这个是华眼即三昧 也可以解释 其实定乱双容 定就是禅定 乱就是一般我们散乱 那因为乱本身即是定 定乱双容 所以从这个来看 因为我们知道说 一般我们讲到说 其实三昧代表的就是一种定 对对 那这样在华眼本身 看起来 环心茂盛等等 对 好像一个 有点那个交叉 环心的那个 类似看起来 万一样的 但实际上的话 它是在华眼本身 再看起来 环心万象本身 也是极尽的 所以从这个来看 在 因地形本身的 这个华眼即是三昧 所以叫呈现所谓的定乱双容的这个情形 那另一个解释 反过来三昧也可以是华眼 因为理智如如 理智如如的这个情形 只是这些解释的话 只是让我们了解到说 其实他们的华眼三昧 或花跟眼或华眼跟三昧 它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是一种不相舍离的 不相舍离的 不相舍离的 也就因即是 即是色果 对对 然后理智是无碍的 所以他这个讲到说 总稍微解语一下 就讲到说 如是自在 因为他的一个关心 花即眼或华眼即三昧 或三昧即华眼等等 它是一个无障无碍的 对或定或乱 或相及或相入 或自或强调自或强调理 或因或果 或依或意等等 以上所讲也不外乎 就是从因果一意 自理智 定乱等等 这些来说明 华眼三昧的这样一个意涵 可以也就讲华眼三昧的话 华眼三昧 对对 就每个字把它拆开来的 本身的话 也不外乎从这些角度 来赋予它的意涵 那总的来看的话 因为 为什么能够如此 因为 信海时得 华耳圆敏 因为华华 它是圆容无碍的 因如理思 结于见也 就是敏除 要我们要如理器思维 那这样可以敏除 我们本身的种种 不当的一个知见 颠倒的 那接着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 从因从果 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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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多等等这些来解释 因为 它接着就引用到华眼经 就显说明讲到 一切自在 南四义 华言三昧四利固 也就种种的这一些 因果 理事等等这些的无碍 事实上 就是 华言三昧四利固 那这些的话 所以我们总的来看 就是 这边的话 华言三昧 它就比较偏重在解形 所以此解形为言 相对以后面我们要讲的 海印三昧的话 它就偏重在果 果地上来说 那我们再 上次行 海印三昧应该讲的比较多 不过稍微再提一下好了 对 因为有关于 海印三昧的话 其实它跟 往往在 跟华言三昧 它是一个相对性的 也就是一般会讲说 海印三昧就从 聚果而说 那华言三昧是从解形 解形也就偏重在因 因上来说 一个是因 一个是果 的这个部分 果就比较我们讲 手正的那一部分 那印就强调比较菩萨的一个 万恨的修行上 那这个 为什么讲海印三昧 会比较强调就是说 一切万事万物 它本身的一个同时 朗现的这种情形 然后又不妨碍它的一个前后 它就同时遁险 所以海印就是整体的一个险落出来 就叫海印 那以前跟大家在讲 这个的时候 因为我们来讲一法跟一切 跟法法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不管我们怎么画怎么说 事实上多 还是有它的限制 事实上以果然来讲 有这一法X的时候 所有一切我要以致相应 同时 同时以致相应 朗现 这个到这个地步 应该就叫海 就要用海印来说明了 那海印 所以这个也就是海印三昧 对 那显示法法一个彼此的一个凑中复杂的关系 我们可以叫华元三昧 像它们两个事实上也是很难分的 只是方便上我们叫它 从比较偏重英或偏重果来 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因果本来就不二的 对 所以华元及海印三昧 海印三昧实上也就是华元三昧 就要从一个因果不二的这个关系上 我们来看 所以这边就强调它的一个同时的一个朗现 对 顿现富荣为目 所以同时顿现 所以叫以这样一个来说 它叫海印三昧 强调它的同时朗现 同时顿现的这个特色 所以给它一个名字叫海印三昧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图 实际上也可以就是海印 因为它是要强调它的一个同时朗现的这种关系 好 那我们再回来 那至于那个经典 这个的话 后面这一段的话 就是引述于那个华元经悬索品的内容 同时应该都知道M吧 我不用讲 因为让你们看了 就是要是你们要看的话 就是在已经到第九月 第九月 对 因为刚刚讲到的时候 直接就带这个科判图 所以看就在第九月的地方 左边的那一栏 第九月左边的下栏那地方 那经文的话我们就不再存入 因为这个是经典上就是一个匹域 天空的影像 影像在大海中 对 那在古代应该海应该是最大的 那能够龙缩的应该也是最大的 所以用这样一个匹域就海应 海应三昧 对 所以 然后显示说虽然印象一切 可是它不影响那个纵向的一个差别 纵向差别 不知道我们还是看一下 所以刚已经知道说海应 强调的是同时顿线的一个 没有的这种情形 所以它就游如大海 线式冰相 对 种种的影像 有所谓的地势天等等 幻天同位 所以一切冰相 它只是个匹域而已 知道还有天空很多像 那当然整个天界所有一切像的话 都引现在大海里面 像类各差 对 虽然所有的那种 我们讲的以天来讲 有地势天 夜魔天空等等 种种的天兵天将等等这一些 对不对 那当然形像是不一样的 对 可是它映现在大海里面是同时的 叫做顿时 顿时 顿时 然后再来的话 燃及相形灰衣 对 虽然都影像在大海里面 可是大海的每一个相 事实上也是不一样的 对 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虽然都是海 海面而已 可是海里面的种种像 彼此还是有差别的 就形成了 顿线有前后 有这些大将 那天兵天将主将 然后兵等等 他还是有不一样的排列出来的 这种情形 就是说 虽然映现代 可是相形非一 水尽不输 虽然相非一 可是都还是海 你看那只是水面而已 对 所以就是相形非一 可是水尽不输 好 对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出说 那相 那相呢 这个天兵天将这个影像在大海里面 相即是水 因为都是大海里面所投影出来的 所以它也只是水 所以虽然是 就是 虽然就是有种种这些像 对 相即是水 所以我们知道说 虽然大海里面有种种的这些 冰匠等这些的一个影像在里头 但实际上 它还只是水而已 所以大家像即是水而湛蓝 同意知道吗 偏重点在水 大海里面有很多像 但实际上整个大海在这么多的像 其实还只是水面而已 对 所以 虽然像是万象环星 实际上也只是水而已 所以你去看水的时候 它是湛蓝不动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了解 那反过来 虽然只是水 可是水里面有很多像 环星万象 也就是说 寂静的大海 不影响这个环星万象的冰匠 对 那环星万象的这个冰匠 其实也只是极尽的大海而已 对 对 好像洞 看起来 万象就是洞 洞 其实上也是近 那虽然是极尽的大海 是近 实际上可是我们看到的话 海中有天兵天降 无量无边的天兵天降的万象 对 所以近中不影响到洞 洞本身也是近 可以好好去了解 这个屁育 就在寂静的时候 要寂静这个象 对 这个多 那跟大海的关系 对 大海 大海 陰陰性一切 大海 像再怎么多 像大海 也不动 也是极尽的 那虽然海不动 可是我们看到海中的 这些天兵天降的事实上 也是繁星非常多的 就是说 所以他说 历然前后 虽然看起来天兵天降 有类对牌子 对不对 但是有到历然前后 可是忠实难缘 对 然后亡耳繁星 但虽然看起来很壮观 可是极然无相 也是极尽 因为大海只是大海而已 好 所以齐头顿线 尹险南枝 附入无稽 隆隆绝立 这个当然大家看看 这个只是一个批语 来让我们去了解到 极尽中 其他也是繁星万象的 那虽然是繁星万象 他本身也是极尽的 用海来说 跟万象的这个差别 来做一个说明 那科比 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那个洞跟近 一样海就象征的近 万象就好像象征的洞 对 天平天下本来就是 对 不会说 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去了解到 尚也是处理到 洞跟近的一个关系 对 万象其实本是极尽的 这种道理 大家可以去了解 对 那 那 那为什么我们在洞中 不感觉到极尽 因为我们是追着 那个近在跑 所以 对 所以我们的心是一直在动的 感受不到 洞中本身 其实也是近的 对 那以真正的修禅定 来讲的话 其实以南北朝那时候深造 他就讲到那个物不迁的那个道理 事实上真正的大定的话 其实是求动不可得 对 就是说本身的话 动即是近 才是大定 也就是你所谓的动 没有所谓的动性 动是不可得 所以当下的动本来就是极尽的 对 求动不可得 对 而不是舍动而求近 要是舍动而求近的话 其实不能严格来讲 那不能叫定 对 这个是 我是稍微转述一下 就深造他在处理到物不迁的时候 事实上就 体达到说 其实上动本身的 本身的动性 事实上是不可得 所以当下就极尽了 对 所以讲 讲安心等等这些 要体达到 其实动本身 事实上本来就是一个定 就是一个近的一个部分 是 那我们本身会 洞中还是一个洞 本身是因为我们是在追逐一个 洞向本身 那这个的话有时很难说 所以我一些经典的话 它会透过匹域来说明 就好像说 就好像我们 我们常常讲到说 空中本无花 可是当我们眼睛有问题的时候 一定空中有花 而且已经会跟着这个花团团转 对 我们的生命就比较属于这种情形的 很难体解到说空中本无花 对对 然后另一个匹域的话就是 梦 做梦一样 对 我们事实上梦中人的话 一定都是追着梦境在做 不知道他是梦的 那醒来的人 知道本来就没有在动了 对 就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对 那我们 我们成为一个三界的众生的话 事实上我们是追着那个 我们所 我们所造出来的那个影像 那个像在跟着在追跑 所以一直在停不下来 然后在一个 就是在这种繁复的一个追逐的本身上 事实上会渴望能够静一下 所以会想舍动而求静 而忘掉了动本身是不动的 所以我们一般的禅修的话 会比较偏向于舍动而求静 对 那这只是一个方便而已 但真正的定的话 是动本不动 对 这个是很很难的 或是很深的 的这种情形 那这样一个例子的话 类似像那个禅宗里面 那个慧可其达摩安心一样 对 真正的安心是发现 找不到怀恼 对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有怀恼在干扰我 让我心很不安 但你认真去追索的时候 发现怀恼在哪里 找不到 所以 以这种方式的话 事实上 不安而心 反而不安而自安 不用特别再去安它 心就安下来的 对 是 那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有怀恼 然后一直要想把这个怀恼杀掉 对不对 是好 那就好像空中有那个花在干扰 我要把空中的花打掉一样 那明白了 你就发现空中本无花 对 怀恼本清净 那这个才是真的是大定大智慧的一个呈现 那到这个层面的话是难度会比较高 但我们知道说 以禅宗他们的修行就比较着重在 你要从根本上去体达到 对 所以有一切的这个本身是你自己本身造出来的 然后你不明白这个 然后自己造出来 自己又受困于此 追逐于此而受困于此 所以我们常常在经典看到就是自造自受 对 因为真的从这个 这样的自作自受的这个本身的一个因缘果报来看 因为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见下来看 怪不得人 真的还是要自己勇敢的去面对我们自己本身 对 因缘果报的本身上 事实上一切一切的话 其实上真的还是根源上还是在我们自己本身上 那要是我们这一点没有掌握 从这个根源处去下索的话 所有的一个解析方式 其实都有限的 对 找到一个根本之处的话 你的心自然就会安置于此 对 然后 然后你的安置于此 那我们会更 从此 这个道理上去 去观照到说 我们 我们三界的隐隐的众生 其实 大部分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都 还是在受困里 这样自己自作自受的 这样一个 幽悲苦恼 这种环毛的一个苦海里面 对 所以从这边的话 你自然就会 生起那一种悲悲心 希望能够 把这样一个道理 让隐隐的众生也能够 明白到 然后能够从 自身的一个苦 烦恼里面得到一个 释怀 解脱了这种情形 之如此类 所以我们知道说 以佛法来讲的话 他 让我们去观察到 所有这些的 环心万象本身 他的一种关系上 是怎么回事 然后实际上 其实 真正的一个 操作者 应该还是在自己 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 十玄门的 回心为传 善成门 一切法界到你明白之后 可是你转黑转白 真的是我们自己 在转的 自己在转的 所以从这个道理了解之后的话 我们会希望说 虽然我们 当然达不到像 身文元解菩萨佛他们那样的一个境界 但我们会尽量让我们本身的心恋 是朝向一个正的 对我们的所为也是朝向一个正面性的 这个部分 因为毕竟这些都还是正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 同样负的东西也会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比较属于一种明智的选择 我们还是希望以正能量正面性的东西来努力 对 那这些的话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阴眼的这个道理本身 虽然法界平等 但是但我们本身其实 我们还会受到种种这些眼的一个影响到 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以一个善恋正恋的一个部分上 来应该叫做过生活来经营我们的生命 来经营我们的人生 对 就是说虽然大道理我们不见得了解那么多 大道理也不见得做得到 但我们知道说从点点滴滴里面 是当然我们透过这个土的一个方便的辅助 先让我们了解到把它当成一个镜子来看 就一黑一切黑 对 所以真的 因为我们心内一直要是说你是处于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一个比较痛苦 或是说不喜悦的状况就好 事实上不单是你自己本身受身影响 事实上周边一定也会影响 慢慢我们去观察的话 其实你的忧伤的话 其实也会不单是影响到你自身 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桌边等等 还有更深眼那一层我们可能不知道 但至少你的亲朋好友 大概多多少少会感受得到 对不对 那你的喜业的话 其实不单你自己受喜 其实其他桌边的人 我们讲到跟我们比较有关系 亲近一点的事实上 同样他们也可以分享到你的一个喜业 对 所以我们的心要是专满的 都是比较使善了种种正面的东西 欢喜的喜业的 是让你可以感受到在你的心 身心里面 你的桌边本身 它会散欢出来 是一种比较欢喜的荷叶的东西 对 那要是说我们现临那种 又被苦恼中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你自己本身也不痛快 你身上的细胞大概也会受压 对不对 等等之如此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都可以实验的 你真的都可以实验的 对 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 实际上我们的念头 同样也都不断地在影响着我们的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尽量让自己在一个心位念头上 能够多往正面上 或是透过这个法的不断的一个心涛心息 它不断地在改变我们的一个体质性 对 就是把我们从那个三界的这种 那种悠悲苦恼这样的体质性 慢慢改成属于比较有一种正能量的东西 对 是 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对 那这个就是慢慢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然后慢慢把这个道理用在我们身上去实验的时候 你可以观察得到 对 那你等于说 改变 透过法来改变我们的体质 对 真的会改变 人的体质会改变 是 真的我们学佛法 尽量我们的体质不会不断地在改变中了 对 这一些 对 那这也不是什么成绩 对 就是说 因为以前装的 我们头脑我们心里面所装的都是比较属于 三界的这些悠悲苦恼 或者是贪嗔痴等等 当然我们体质都会比较属于酸性吧 对 那些有能够听法的话 然后不断地吸引我们佛法的这样 其实你的体质就会比较属于弱减性 对 肉减性就要比较能够堪缩 对 那酸性体质的话 不会比较受到种种的一个入侵 就是细境啊 一些等等 你的抵抗力就相对比较差 是如此的 这个事实上听起来有点险 但事实上是真的 就是说我们本身的话 事实上从我们的一个身体上来观察 事实上你本身的那一种 事实上一直陷在幽悲苦恼这些的话 其实你的那种身体应该都比较会呈现一个酸性的体质出来 会比较有这种情形 对 这个就是我们从观念上 从我们的行为上乃至修行上 它就在不断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这种情形 那这些的话 顺便提供给大家去参考 你们可以平常可以来观察自己 可以做实验 让我们休息一下 那我们刚刚透过那个辟域等于海印三昧这样一个辟域 来跟大家做介绍 然后讲完之后他就有问到就是 为什么能够这样一种 环境外向跟占人寂静是一种无碍的这种情形 为什么是这样 你们可以 你们要看的话 你们可以看那个书 书是第九月的 那个 右上边 就是此银河之 按华言经引 就是华言经有讲到 如是不失意 这样一个不失意的这样一个道理这种境界 失意不可得 要是我们用失意的话就很难提达到了 对 深入不失意 深入通达不失意的话 不管失还是不失意都是极尽的 失非失嘛 或是失本身也非失 失非失 失非失极尽的这种情形就告诉我们 那接着的话他还会跟 用海印三妹再讲 再把它再 帮我们做一个讲 详细再讲一遍 就是什么叫海印三妹 跟刚前面的华言三妹的这个情形一样 就是象征着那种重重无尽的一个影像 就是寄陷难言 穷一尽无穷 就是一个无量无边的意思 可是虽然无要不要可得 随以晚然其限 就是整个同时朗现 印就比较强调那个像 重兵像本身的一个很多很多都显露出来 重像非前后 同时品类万差 都是印线在海里 所以有千差万别 就同时是同时的印线在海中 可是品类万差 寄陆无碍 一多两线 彼此无尾 等等 这个像 印就比较强调很多重影像 的这种情形 那海都要强调它的一个重重无尽 那在这样一个众多的影像 还有这种重重无尽的这种情况之下 它告诉我们 类多差别 唯一不输 虽然有很多 实际上 也都是只是一个大海的一个平面而已 所以万象 万象静心 扩然无作 看起来很多 实际上也都是一个大极境 所以万象环境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就像大海一样的一个极境 这叫做海印三昧 所以我们刚稍微借用到那个 深造 它的一个造论里面的悟不迁 就在说明 事实上看起来一直在动 事实上本不动 这个是真正我们在修定的时候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契入点 那要是舍动而求静的话 其实很难得到静 因为我们一定都在动中 对 也就是说 比如说讲的更现实一点 心照会动 你怎么叫心照停止吧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你一直在想到有一个洞在干扰里 事实上要舍一个 放下洞 然后再求一个极境的话 那变成会追求的很辛苦 而且甚至 真的不是真的打 可以达到一个 一般我们讲的一个 大山昧 大极境的这种情况 这个可能大家可以去了解 所以在这边 海印三昧就告诉我们 在一个繁星幻象中 本身其实也就是一个极境 就像海印三昧里面有种影像 可是大海很极境的 很湛然的这种情形 所以幻象静心嘛 对对 可是扩然无作 无作就是一个极境的动 一个情况 再一个好像看起来动的很厉害 实际上也是不动的 那他这边又有仿造 类似刚刚讲的那个 华眼圣里面 这边讲到海极是印 对不对 海极是印 大家可以知道 海极是印就强调了 海虽然极境可是有万象 你要注意到后面 海极是印 就是海虽是极境可是有万象晚然 万象晚然 对 那接着他讲到说 不然海极是印 而且海印极是山昧 海印极是山昧 海印当下就是山昧 为什么 看起来大海有森楼万象 可是其实当时做即是不做 所以不做就是极境 也就是山昧的意思 所以对 所以海印极三昧 就像刚刚讲 华眼极三昧 然后这边又可以把它续分成四句的模式 为海非印 重点就强调只有海 只海 重点为海非印嘛 那就重点来在海 为什么他强调 其实不坏象而挤水 就是来在这个海水 好 那为印而非海 重点摆在印 印的话就强调那个象 对 不饮水而挤象 对 不饮水而挤象 这个是不坏象而挤水 一个是不饮水而降 等于类似我们 也可以用空友来看 上周一个空友无碍 对 的这种情形 然后第三个的话 好像就是一跟二 结合在一海一印 对 就是 既是海也既是印 那为什么 因为象 这个要加一个多点 顿的话会更好 象海圆融 一海一四印 就是象海圆融 一而一故 对 应该说象海圆融 一 象海圆融 一而一故 多号也可以不用 多号把它删掉好了 多号删掉可能会比较好 没关系 我们就你们自己删 不删也可以 就是说一海印就 以象海圆融 一而一故 一而是一 圆融 一而一故 连在一起也可以 以象海圆融 一而一故 多开也可以 或不 多开也可以 像 以象海 象海 圆融 圆融就是一 但虽是一可是也是一 可以了解 是一也是一 那这边反过来看 其实就是第四季就是 非海非印 非海非印就强调 海印彼此复夺 对 海印彼此复夺 以海 这样也是用一顿 以海象融融复行夺固 对就是 讲海的时候 海就夺印了 只有海 讲印的时候只有印 没有海 就叫做复夺 复夺 所以融融 可是彼此又复夺 以海象融融复行夺固 这边是 前面是融 所以一而一 这边是融融 可是他彼此是复夺的 就是用四句的模式 那这些大家 有心情可以推敲看看 就是偏重在海 显现的就是水 对就是象不爱水 那偏重在印的话 就是水不爱象 人本之路 但后面的话 彼此 颜融无爱 所以颜融无爱 但还是有他的书 海 跟印的书 所以 像海颜融 一而易故 颜融就强调一 海象融融 复行夺固 就维持原来可以 好 然后接着的话 当然就是类似了 就是说 其实就在说明 其实 就类似刚海 华颜三昧 要花极也 花极也 花极三昧 等等之如此 那海印也可以 以此的方式来做理解 所以他讲到 亦可海极是印 因为海跟印是自在无爱的 等等 乃至可以 亦可是海不极是印 同学听得懂 要是用四句模式的话 海极是印 第二句可以 海不极印 第三句可以 海一极印 亦不极印 那第四 海非极印 会不极印 好 是如此类 那我们就不用那么 或者你们想用四句的模式 来套套看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就是海极印 海不极印 海一极一不极印 海非极会不极印 好 是如此类 那如是之意 对 他说后面还会再讲 那等等 那后面的话他有讲到就 按此一边故 也可以说 华言三面或海印三面 我们从法译上来看的话 也可以叫法界无爱 法界无爱 所以我们刚讲到说 这三个名称四昂是相同的 那接着 有关于那个华言三面或海印三面 或法界无爱的这样一个 一个含义 一个观念 我们已经了解 接着他就进一步 告诉我们说 怎么进入华言三面 或怎么修华言三面 等等 这个部分 他就将一入尺三面 方便非一 那对不起 这边我一直没有改 那你改掉 好吧 都开来比较不好 就是说有两种 一个是从解的方面 一个是从形的本身进来 对 那在解方面的话 就还开了两个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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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一门的意思 对 那接着就是进入 那个怎么进入的一个方便法门 就是方便法门 方便法门部分 刚请大家看的是一个方便法门这一部分 那方便法门的话就是不外乎解跟行 我们刚已经看到就是有二门 不外乎解跟行 解跟行这两门 那首先的话 大家应该可以了解 算会有这两门的一个失色的话 其实上 简单的来讲 也不外乎 缘起信空 缘起讲的就是 缘起相由 信空讲的就是理性隆通 所以叫缘起信空 就是 就是所谓 为什么会有 有那个这两门 缘起相由跟法信隆通 或叫理性 法信上就叫理性 事实上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说 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所以我们知道说 所以有此二门者 以诸有法 无自信骨 有法就是 一切法都是因言所生法 但他本身是无自信的 那因为无自信 所以有跟空是缘隆无碍的 缘隆无碍的 对的这种情形 所以这边就缘起信空 或叫信空缘起 而开出了所谓两个门 一个就是缘起相由 一个叫做理性隆通 这两个门 那首先要讲的就是 那个缘起相由 我们看这个图表好不好 对就是这两个 你们可以对着 刚刚我们带的那个 你们文本的那个 纸本看 那我这边的话 我就用缘起相由 这部分我们先来探讨 后面才探 这一本讲完之后 解的部分先讲缘起相由 对 接着就讲理性隆通 那整个解都讲完之后 才讲行 对 我发言的话 他非常的重视解跟行 所以解行不二 对 所有的解是帮助 为了我们的修行 对 那实际上行开动的时候 解就放下来 所以我们常常讲到 行起解绝 解就是敏绝掉了 放下来也是 好 那缘起相由的话 我们看一下 上载上去 就是开收跟合收 开收的话 上指的就是说 先分开来说 先就此来说 或就笔来说 那合收的话 当说此的时候 笔 其实也要同时进行 所以一个嘴巴一定不够收的 好像天理一样多几个嘴巴 彼此同时可以缘收 我就是一个嘴巴讲尺 一个脚要讲笔 那同时创双华 演收的话 这样就叫合收 那法一定要这样 那我们一定要先拆开来 就是先单就尺 然后再说笔 实际上 尺跟笔是要同时同步的 对 以言起相由来讲 它是不能切开来的 是要同时同步的 那我们现在就先分开来看 对 那这边的言起相由 它只要要谈的 对 就是从相设的关系上来看 就是有利无利 就是比如说 老师在上课 老师就是代表老师设同学 里面备有寒色 对 那老师有利 那里面是无利都入老师这边的 那我们讲换个角度 我们说 学生在上课 对 学生在上课 那学生是主嘛 所以你们有利 那你们就寒色老师 老师不要有无利 老师入学生中 对 就是彼此的一种关系 那实际上的话 我们 一般应该讲 实际上来看 应该是每一个 既同时有利也既是无利 就老师上课 老师有利 然后你们无利 但你们同时也是有利 老师无利 同意听得懂吗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为了说明我们这个嘴巴 先讲说老师善课 老师涉嫌 老师变成有利 你们变成无利 实际上你们是有利 我是无利 对不对 要这样来了解 这叫合 合色一定要达到 其实是双方同时都在进行的 对 那为了说明方便 我们先把它拆开来 就是先讲一方 然后再讲另外一方 所以每一方 既是同时有利也既是无利 所以才形成他彼此的互相含色的关系 就是你入我 我入你 我入你的同时 同时也是你入我的时候 对 那谁是有利 谁是无利 都是有利 都是 也都是 就是一个 那从一方来讲 就是那个 主方就变成有利 他方就变成无利 那从他方来讲 他方有利 主方无利 对就是这个 这个 当然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明白 这个道理我们先了解之后 来看他的文字系数 他说 一切诸法 是都既有有利无利 那什么叫有利 言有利无利者 且如言起之法 若无耻 彼不成 对就是彼此的话 他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关系 那他竟然会解释 他会竟然解释 为什么无耻彼不成 或反过来的话 无彼此也不成 那就讲到说 为什么 他说以彼有利的话 能成此 对对 就是彼 站在彼 是有利 然后此 此就是这个无利 能成此 既彼能成此 那以能成他故 所以因为彼能成此 所以彼就是有利 那此为所成 所以此无利 这是先分开 把彼此先分开来看的 那我们反过来讲 彼也要以此而成 所以反过来看来 应该是此有利彼无利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那我们现在是先挤彼来看而已 就是分开讲 我们先讲彼 所以彼有利 然后成此 所以我们讲到说 此是由彼所成 所以彼就是有利的 对对 那此的话是由彼所成 所以此不自由 所以我们代表就是无利 对 好 所以就是说 彼要是没有此的无利的话 不成为彼 对不对 那反过来的话 彼要 此要是不是彼的无利也不能成为此 那我们不要讲太多 我们现在还是单一的看好了 就是说彼此的关系是彼能够成立的话 是因为此的无利 那此 对 所以那此的无利因彼的有利 所以以这种方式来看 所以说此不自由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法不能单独 独立自存 叫做不自由 对 所以他是依他 依他是无利 他是要依彼而成立 所以他显得彼无利 对 要是说此是代彼而成的话 那么彼就是有利此无利 那你可以以此类的反过来也是一样 彼代此而成的话 那能此有利彼无利 好 所以以彼有利 所以能设此 然后 以此无利所以能入彼 我们刚讲到嘛 要是说这个彼象征的老师的话 老师有利 所以我老师可以设同学 对 那反过来的话 同学无利 所以能够入老师 就是这个意思 那要是角色兑换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彼当成学生 那 那词就变成老师了 这个就是主办的一种关系 好 事故一切皆在彼中 对 就是挤彼的时候 一切为彼所设 那就等于隐藏起来的意思 已在彼中隐 好 复彼有一切 一切不及彼何以故 对 就是说彼有一切嘛 那一切不及彼为什么 就是他就讲到说 此但是利用附五 非空有 比较表现他们的一个相色上来看 而不表现在一个空有的附多 所以要特别强调就是说 一层即一切层 一坏即一切坏 这种观念 那这个的话 可能也是类似我们讲到 要是说 即一 为彼的话 那这个词 那是一有力 那 彼有力 就是即X设一切的时候 那X就是有力 那一切就是无力 对 那X的能够词 它是带 这一切的无力而成为X 对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 都依此类推而已 那这个的话就在讲了 整个透过有力无力的 在讲他们的一个相互依存的这种关系 对 那因为虽然是极彼 但我们反过来看X也是如此 他也是X有力就彼无力 对 刚讲的是彼有力X无力的一个 那彼的成立是带X的无力而成为彼 等至无此类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他有一个经典的一个引证 引证到华言经有这样讲到说 好上面这边还有 以一佛土满十方 十方入一亦无语 这就是一佛土 及一佛土片满十方 那十方同时为一佛土所设 入吧 对 以佛土满十方 就是一佛土满十方 那十方的佛土又入此一佛土中 一佛土 好我们把它只是把千千转成佛国土而已 然后接着又讲到 今天要讲到一一为成中 各是那由他无数亿诸佛一中而说法 一为成 一一为成就每一个为成就 那一一为成也都是如此 对 就是我们讲的小龙多或小色多 就是一为成可以设这么多的五量诸佛 再以此一为成说法 对 所以就是十方佛国土 入一为成中也说法 也可以 所以他讲到说 这些的话 在华言经里面 其实上会谈的蛮多了 谈一为成一毛孔 然后有十方的五量诸佛菩萨 以此中说法等等 佛说法或是菩萨行菩萨道 等等等等 两以方 就是为成本身是利无利固然 对就是为此 事故得一即得一切 由此人也 如是自在华尔如是 就是华尔如是 这边华尔一直强调 一为成能够设十方佛国土 这我们可以看这一为成 然后容十方佛国土 那由他无数亿的佛国土 来周此一为成中所设 的这种观念 那这个从引起的这个道理 或法界引起的这个道理 华尔本如是一为成可以容 无量的佛国土 或无量的诸佛 以此一为成说法 这个都是完全是因言法如此 不是那个做神通怪力所形成的 这边特别强调就是法尔如是 对就是一法即一切法 对一为成能够 那由他无数亿的佛 以此中说法 这个是因言法 反而如此 就是所以他叫法尔如是 所以不是神力变化所做 对 华尔讲的这个 所以你们听起来会觉得 一为成能够容这么多 哪一种神通可以跟这个比啊 对 所以你也知道说 所以你们所了解 神通能够一为成可以容 那由他无数诸佛 在此一为成说法吗 对 你可以知道 他告诉我们 这个都是因言法本如此而已 对 并不是神通变化所做 你神通再怎么广大 不可能在一为成里面 有这样无量佛国土的佛 诸佛在此一为成中说法 而且任何不在一为成里面 而且所有一切为成都是如此 对 然后 那每一个为成都有这么多 无数诸佛在眼说法 而且每一为成又彼此互骗互摄 那个 那种 那种意境的话 大概 我看 再怎么样大的神通也变不出来的 是啊 好 那这个 那这个都不是神通变化 他给了法尔如斯 法尔如斯 完全建立在 一个所谓诸法相互依存的 这样一个延起的因缘道理 本来就是如此 就是法尔如斯的这种情形 那当然法院经也有类似讲到 一中解五量 五量中解一 对不对 辗转生辉死 智者无所谓 这个文明品里面所讲到的 好 那这些大家可以 这个是分开来讲说 因为这边分开来讲吧 此跟彼分开来讲 先讲彼 对不对 彼 然后这边的合说的话 就是彼跟 彼有利的话 实际上同时此也有利 所以 此同时就设彼 对 彼设此的当下同时是 此当下也设彼 对对 那叫做合说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 一张嘴不够说 对 要多张嘴才有办法一起演说 实际上 再几张嘴都不够说 因为 法尔如斯 每一法 你只能 两张嘴只能讲到此跟彼的同时性 可是法尔 一切法都是如此 一切为成都是如此 乃至为成之外 所以一切一切的万事万物也都是如此 所以那要几张嘴才能够说 对 大家可以想一想 对 这个一定 所以我们只能先 透过先分开来说去了解彼此的一个相设的 也就是说 彼成此 此成彼 因为本身不能 此彼不能单独成立 对 那我们几彼的话 那就是彼因此而成 彼的成立是因此的无力而成为有力 那反过来也是如此 那现在的话要同时说就是合说了 同时说的话 这个的话 因为要合说的话 他只要几 因为不是几张嘴的问题 只要用辟语说 也就是我们讲的阴陀罗网的这个辟语来做说明的 基本上的话也就是合说 他讲到彼有力能射此时 同时此也是有力能射彼 对 一成有力能射一切成时 所以其实同时一切成 每一个成都有力能够射此一成 对 之如此类的 对 那我们把它简单化就用彼跟此来看 彼有力同时是让此也有力 对 也就是说彼有力射此 对 对 那此无力 但反过来看同时也是此有力射彼 那彼是无力的 对 对 要这样来了解 合者 他就讲 以彼有力嘛 是由此的无力而成为彼的有力 就好像说你为什么行 因为我不行 才显示你行 对 不因为我不行的话 你来怎么说明说你自己 对不对 是啊 那我们说好学生 因为有坏学生才成为好学生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好学生也没办法彰显出来 就是类似这种情形 对啊 那我们 那他想说我也不是坏学生 就是因为你好嘛 我才会变成坏 就是他就是在说明他们彼此 事实上是相互依存的 单一等话是不能成立的 对 所以他讲到的时候 彼有力由此的无力而成为彼的有力嘛 对对 所以无力 那反过来无力由有力互成嘛 对不对 也就有跟无 有力跟无力 它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 对 你的能够有力的话 因为我的无力才显示你的有力 对不对 那我的有力是因为你的无力才显示我的有力 对 它是一个在讲这个 这样一个观念而已 好 事故 有 无别有 这个有 没有另外一个有 它只是前以无为有 对 是啊 可以听得懂 对 那无呢 无别无 前以有才叫无 对不对 这样你们大家可以了解到 是 是 以有 以有为无故 事故有 即是无嘛 那 以无为有故 事故无即是有 所以有无不是对立的 好 后来不是一个对立性 它是用相互依存的 无即是有 对 对 对 有无既然即是有 那么这个无就不是无了 故无无 同学听得懂吗 无即是有 所以无不是无 无 所以无 无即是有 所以故无无 就没有所谓的无了 对对 那反过来呢 有就是无嘛 那故无有 这种情形 所以有有故前无嘛 对 无无也是前有 对 这个它可能文字上稍微 懒一点 但你们可能可以稍微把它琢磨一下 对 就是说 因为都在讲有跟无的这种关系 它是一种相互相待一成的 就是 对 所以无即是有故无无 有即是无故无有 就是说 有既然是没有的话 那就没有所谓的有了 就用白话来讲是这样 那接着它就讲到 今即以前有之无 为什么会成有呢 是以前有的无才成为有嘛 对不对 那反过来怎么会无呢 是以前无的这个有才成为无 也都在想有无的那种关系 如是言隆一记而不爱 有利无利两相存 两存 所以己一即是一切嘛 闲缩不妨 所以形成重重无尽 因为彼此它是一种相互依存的 就形成一个重重无尽 何以故互相交策的关系嘛 互相交策一多成故 其由云陀罗网皆以保存 由宝明册影帝相限嘛 应该 就是讲他们这种重重无尽 以一诸中现已隐尽 谁依及而更无来去 就是依里面就设一切了 对是 而且并没有所谓的一个叫来去的一种关系 那种情形 对就是当下一即是一切 那现在的话 因为可能就是说 这个印度网就比较随这个图 就几一的时候 它就已经设这一切 或几一的时候它就骗一切 因为它设一切同时它也入一切 所以叫做骗 桌骗的骗 所以一一法设一切 然后同时一法入一切的这种关系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而且每一法都是同步同时设一切 骗一切 所以形成一种 因陀罗网式的重重无尽的这种关系 那我们这只是个平面图 所以就是说一珠的话 其实就设一切了 对 水一的话就是如此 而且你看它设一切 华尔本如式的这种情形 那它这边的话 因为可能它就是 就要讲这个 因陀网这个本身 它就挤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在这么多珠珠 模拟宝珠本身里面就挤 比如西南边 挤一颗珠来骗 就是这样 然后来做一个说明 它说能遁显一切珠影 因为这个的话 嗯 就要 你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的话 这个土里面就变成 把它当成镜子 或模拟宝珠一样 模拟宝珠 然后在西南方的这个地方 比如这边 是 那挤这一珠的时候 是不是设一切珠 这种肯醒 是 那待会他讲的 我们可能不太好了解 所以他说 在这边点一个黑点 顿时之间每一个珠珠都有黑点 而且每一个珠珠里面的黑点不是一点 而是无量无边的黑点 而且珠珠里面所有 那么多的黑点 彼此又不相挤破 挤压的这种情形 这就在说明这个櫻头螺王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这个例子就是从这边来看 那我们五教子官也有提到 那我们是要把它练过去 也就这道理 所以他说 此一珠即而其他珠珠也都是如此 西南边的这个珠珠也是这样 在东方南边西方北方四围三下等 其实上每一珠珠都是如此 都有一切珠 一切的模拟宝珠 然后而且彼此又互片互摄 所以说既一一珠皆一时遁显一切珠 每一珠里面都有一切的珠 即此西南边珠附现一切珠 一切珠中一切一切 等于要附现一切珠里面的一切 所以我们要看的话 西南边的这颗珠的话 到底有多少珠珠的影子 没办法算 因为一珠里面有一切珠 然后一切珠的每一珠里面的一切 又跑到西南边来 又被西南边的这一珠珠所摄 所以等于说西南边的这颗珠 有一切珠里面的一切珠 我们要用嘴巴讲就变得很闹口 其实这样说也还不够 应该是说西南边的这颗珠 有一切珠的一切珠的一切珠 一切珠 因为它同时也是一切一切的一切 所以你讲一遍还不够 还一直讲下去 而且一直讲也没有用 因为还没讲完 真的要表达变成说 一珠里面有一切一切一切 那到底有多少 无尽嘛 只能叫无尽了 那一珠如此 其他珠也是一样 东西南地等 所以有一切珠珠也都有一切一切 所以用说的一定太慢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为什么要用海音上面来说明它的一个同时朗线 同时顿线 因为那已经不是说 因为再说怎么说也说不完 而且会落入赤地仙 因为它的关系是同步同时的 要不是同步同时就没有尺也没有笔了 没有笔也没有尺了 这种关系 好 所以他这边讲了 一珠里面有这么 其他一切珠 一珠也都是如此 所以 所以等于是 西南边的一珠本身 有一切珠 一切珠中的一切珠淫 此珠即而 每一珠一切珠 每一珠珠也都是 所以一一一然 就形成所谓的 如是重重无有边际 重重无有边际 对 然后即此重重无边际之影 皆在此一之中 因为的确要是 这一珠里面就有一切一切的珠在此 对 所以 所以一切一切也不离此一珠 因为你这一珠黑点拿掉 全部没黑点了 这个也是 好 大家可以这样来看 所以这个的话 你们想进一步了解 回去可以拿几面镜子 然后可以试试看 对 好 所以拿到 就形成这样 重重无有边际 即使重重无边际 隐接在此一之中 秉然地陷 其他珠也都是如此 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知道说 所以他讲到 若入一珠中 即入十方重重一切珠中 何以故 也就是 因为一即是一切 所以此一珠中 有十方重重一切珠 那十方重重一切珠 也不离开此一珠 同学可以了解吗 它没那种关系 就彼此的关系 有此即有彼 有彼即有此 的重 你可以把此当一彼 当成多 多的那个珠 然后来那种关系来看 所以此一珠中 就有十方重重一切珠 那十方重重一切珠 那十方重重一切珠 其实也有此一珠 它是 你可以把这个当此 这个当彼 那这个彼 一重重重 十方重重就叫彼 那此就是 而一珠就叫此 所以此 有此一定有彼 那有彼一定有此 的那种关系 所以随即一个 然后他们一切 同时以至下 事故入一珠 时即入重重一切珠 对 对 就是入一珠 就是说一切 一切珠入此一珠 那事实上一切珠也同时 入每一珠珠里面 的这种关系来看 所以一切 一珠的时候这样 其他一切都是以此类 所以道理是这样来看的 所以他就讲到说 即以一珠中 得入重重一切珠 而进不出此一珠 对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实际上在这一珠里面 有一切一切的珠 那一切珠入此一珠中 进不出此一珠中 那因为我们刚刚用 以末典的方式 可能会比较明显 所以他这边讲到 对 就是 以重重一切珠入一珠 而进不离此重重一切珠 等于还是用 你要是觉得比较烦 或你这个一珠的话 就当成此 那重重一切珠就当成比 对 对 好 是 那这样的可能要了解 所以 比入此 那当然 对 就是说 这个是此 这个是比 那当然 离此一珠 等于说此之 能入一切珠 入比中 对 好 那实际上还是离此这个词 那反过来 比 入此 那么这个比 事实上也不离开这个比而已 好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 那接着的话 他会用一个 可能沿着这样的一个 一珠跟一切珠的那一种关系 然后他提出了几个问答 问答就是 有这样一个问答就是说 问 既言一珠中 得入重重一切珠 对 一珠入一切珠中 但不出此一珠 因何得有重重 要是说 只是 他们可能把他理解就是 当然 就只有一珠而已 那怎么会显示他的重重 这样他误解了这个一 对 因为这个一是不能独立的 所以他就 只由不出此一珠嘛 事故得入重重一切珠 若出此一珠 即不得入重重一切珠 要是说离开这一珠的话 反而就没有所谓重重一切珠 也就是离开此的话 实际上就没有比了 所以此一珠 此一珠之外 无重重一切珠 若出此一珠 就是说 其实等于离开此一珠的话 就没有所谓的重重一切的那个比 所以若出此一珠 即不得入重重一切珠 但这还是在讲那个此跟比的一种关系 也就是说离开这个一的话 尚也就没有所谓的那个多了 然后接着第二个问题就讲到说 若离此一珠内 无重重一切珠 离此一珠的话 就没有一切了 那此往即带一珠所成 这就是一般理解就很容易就把这个珠 当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珠而已 然后就问到说 那这样这个王应该是一珠 一珠怎么成为王 当然不可能 所以他讲如何言结成多珠 他就只由唯独一珠 方始结多为王 因为不能离开一而有多 这边是讲到这个 这还是死于一多的那种关系 何以故 由此一珠是多珠 大家可以不要忘掉 这个一里面没有多的话不成为一 所以一可以结成王 可以了解吗 因为我们透过这个图的话 一是不能独立存在的 它是要由多而形成的 所以几一的时候就有多 所以一可以结成王 是因为一不离开多 这样来了解 是 所以 就是只有唯独一珠 此成此万何以故 因为一就是多 那你离开一的话 当然也就没有多了 如果去一珠 往前无故 往前无故 我们已经实验过了 你把随便里面的一个 一珠拿掉的话 整个这个王就不见了 你们可以去 下课你们可以试试看 只要随便抽掉一个的话 这个 这个櫻陀融网就不存在了 所以 气齿一珠的话 这个网就不存在了 所以有一一定有多 那随便一个一不见的时候 没有一就没有多了 所以 此往有一珠所成 那这个一不是我们一般的一 是延起的一 也就是一极多的一 多一的一 对 不是单独的一 是不离开多的一 所以叫多一的一 好 大家可以这样来聊 这只要是 因为我们提到一 唯独一珠所成 我们很容易就把它当成只有单独的一 对 忘掉了上这个一是不能单独存在 所以 网是由一所成 是因为这个一 是不离开多而成为的一 所以 整个网可以由一珠所成 所以 因为一本来就是多 所以没问题 好 那我们再看 第三个问题 好 那这讲到说 若如是者 此网 此网即是一珠所成 不得 不得 言结多为网 那他这边讲到回答说 其实 言结多 多成者 即是结一珠 即多珠 就是一是多的一 不是一 一只是一 一是不离开多 所以是为多的一 好 何以故 以一珠即是一切珠之一吗 是一即是多 因为一不离开多 所以一珠即是一切珠之一 若无此一的话 当然一切也不能成立了 对 那反过当然没有一切一也不能成立 事故此网为一珠所成 是因为一本身是不离多的 所以一网可以为一珠所成 是一本身是多的关系 好 再来一个 再来的话 他讲到 这样的话就是 此但即 就是法义上的相色 就比一边说 一珠即是一切珠 对 可是一珠是一切珠也 他是问到这个 就一个 比较是一个 嗯 是法义上 那应该实质上是不是这样 那这边讲到就 其实 嗯 他回答是讲到说 金手说者 但在一珠中说一切珠 对 然后不离此一珠来说一切珠 对 若不信一珠就是一切珠的话 他就用实际上的一个动作来看 他说 但以末点点西南边一颗珠 对 为什么一就是一切 他只是用一个实际的一个实验上来看 我们就 就是说 刚讲就是在西南边这个珠珠本身 把他点一颗黑点 黑点 然后顿时之间所有的 呃 这些魔灵宝珠都有 墨点 对 他是指这个意思 所以他就讲到说 呃 我可以实验嘛 就是说 在一个西南边点一个 呃 呃 以墨点点西南边一颗珠嘛 呃 即使就走时即点 者 实方重重一切珠 但是说 同 你点一个黑点下去的时候 所有一切珠 都有墨点 所以就 对 实方重重一切珠也 对 就是 你这边只是在这个西南边的一颗珠点而已哦 然后 其他 所有一切珠的话 就 好 就等于 所有其他一切珠都有墨点 对 这边就讲到 着实即点者 实方重重一切珠 就是这个意思 何以故 一切珠上都有黑点 对 就是说你在西南边只点一个墨点而已 一颗珠点墨点 可是实方 一顿时间 所以有一切的模拟宝珠都没有墨点了 这边是 好 然后大家 如果有人死亡重重一切珠 不及是西南边一颗珠的话 也就是说 死亡重重一切珠不是西南边的那个墨点的话 那么他问说 岂可一时 就是岂可一个人一时去片点这么多的黑点吗 不可能 对对 是啊 重令 重令片点的话 他说假使你去片点的话 哎呀 落入前后而已 也没办法写的 所以 你再怎么厉害点不出来的 因为你有前后 而且这边要写的就是说 西南边的一颗珠里面有一黑点的时候 所有近十方一切珠珠都有黑点 那你再怎么神通广大 再怎么点也点不完 对对对 而且真的被你点的话 也都只有落入次第线 没办法显示这种一己一切 对 这种关系 对 所以 以这种樱头楼网的那一种这个P 就点一点同时 骗十方一切珠珠都有这个默点 就显示他的一个同时 同时性 对 一种关系是一个同步同时的 不是一个次第先后的 对 好 所以当然问题就是 岂可一时片点 对不对 不可能啊 正是你片点 落入前后啊 的这种情形 是 所以 所以从这个关系来看的话 我们讲到又用神通广大 一点一切都点了 对不对 所以 这种才可以尽量是 真的大 真的是通 对不对 真的是大 真的是通 那要是你 一个人慢慢去把它片点的话 那个其实落入次第先后 而且还没有点完 所以你都 你在怎么厉害怎么通 还是有通不了的地方 而且还落入先后 好 所以 因而一时一切株上都有 都有点 都有墨点 那因为一株即是一株 一切株即是一株 因为法无定性嘛 法法相互依存 所以己一即一切 所以他讲到 西兰 西兰一株即而 而且 那其他呢 其他方的每个株株 都是如此 对 对 有无 就是说 你这边点一点墨一点 片一切都是有嘛 对对 那反过来的话 其他株株也都是如此 对 所以为什么呢 主伴始终 一成贤壁 就己一的话 其实一切如此 对 反过来 好 如师如意 列法 失之 就是这样的道理 就在说明 其实 延起相有的这种道理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 在解门里面的时候 谈的那个延起相有 我们可以透过 那个模拟宝珠 珠珠的一个相互依存 己一即一切 或己 点一个磨点 己片 所有一切珠珠都有磨点 对 那反过来其他珠珠也都是如此 大哥可以看 那这边的话 因为是透过批语来说明 那 刚刚挤了模拟 那个 模拟宝珠的这种 网状的这种 互片互摄 但他只是个批语 批语 批语只是个影像而已 那这边要索明跟法的实际上 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批语只是批语 只是影像 那就 而延起法实实来看的话 他法尔就是如此的 不是影像 不是影像 这样 所以他讲到说 法即不然 非语为语 对我们只是方便上起批语来说明 那批语的话只起其他的一分相似而已 来做说明 那跟实质 之上还是有差别的 批语只是一个其他的一分相似以为也 作为说明 对 那实质的话 诸没有入到那颗诸里面 可是以法来讲的话 诸语实际上是 真的互骗互入的 也就是说 以法来讲 法法都是互骗互入 不是只是影像而已 对 那这个只是做 后面这刚给我们讲到 批语的话 他只是起一分的相似做说明 那就法的实质 来看的话 每一个法 其实实际上 都有一切法 不是影像 不是你一切法的影像而已 而是实质上都有那么一切法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几道法言经 刚刚讲到说 为什么不闻此经 或不闻法界言起 宗子静悠 那犹他姐行菩萨行的话 还是假名菩萨 因为以那犹他姐你的手行的话 都只是一一身 那所谓一 就比较是从我们的那个一 来了解的 所以再怎么样的多 都还是一个有限量的 那要是你进入了八地的那种情形的话 其实他一身不为一非一 一即是多的那种关系 所以他能够以一身为多身 是来进入他本身 而一不为一嘛 没有固定的所谓的一 一是由多所成的 所以能够以一身做多身 的这个部分 那这种你说 观世音菩萨度化众生是隐现在度化众生吗 他是实质上以多身做一身 以一身做多身 来度化众生 所以经典里面有描述到说 其实以一身做多身 就好像以国土为身 以众生为身 这个实质上 实质上还是有那个身上 这个身来叫而不是影像而已 而是实质上法而如是 所以一身为多身 对 以国土为己身 以众生生为己身 的一个 因为菩萨 一法跟一切法 菩萨以一切众生 并不是一个割裂开来的 所以能够以一身为多身 来广行菩萨道 好 大概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的解 《言启相有》这一部分先讲到这里 待会我们再讲理性融通 刚刚讲到那个 入法院三昧的一个 两个方便方门 就是一个是解的部分 那个行 那我们对于解的部分 《言启相有》这部分 我们已经算是跟大家 已经介绍完了 那接着的话就是 理性融通 就是法性融通 这个理一般我们讲就是 那种空理 真空之理 那这边的那个理性融通的话 他讲的就是 空不空是不是 所以刚好又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空不空是不是 那这个可能要看他里面的 内容的解释 我们才能够知道 他讲的空不空是指什么 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跟前面我们讲那个 有力无力 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他这边讲的就是说 还是用彼此来讲 彼有力能成此 所以彼是不空 你听得懂吗 彼有力能成此 所以不空 那反过来呢 此无力 依于彼 所以此 此 这要空起来不要 这个彼 不空 此是空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空不空是指这个意思 就是说彼有力的时候叫不空 此无力的时候叫做空 那当然后面他有一些解释 他就因为 对 对 要说彼有力能成此 为不空 就是彼是不空 以以依他为体 等等 那此无力 亦以彼 对 以此非自有 有彼而有 所以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样还是延续着前面的那个 彼跟此 有力跟无力 只是换成空不空而已 不空空的这个关联 那掌握这个此跟彼 那个不空空的关联之后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 他们的那种关系 他讲到说 事故 前空而即有 有是因为前空 所以才会有 前无力才成为有力 所以前空而即有 那这个有是什么 是侧空之有 你听得懂吗 侧空有 对 前部的空才会成为有 对 前空而即有 对 那这个有当然是前空的有 前空也就叫侧空 侧空之有 这叫侧空有 对 要你加个字可能就比较明显的 对 前空才成为有 对 那有当然是前空之有 也就侧空之有 那反过来呢 前有 而即空 那空是侧有之空 对 就这个意思 等于说 有是由空而成 空是由有而成 对 有是由前空而成为有 空是由前有而成为空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那再来看 侧有之空的话 对 前空 侧有 侧有之空 侧有之空 对 对 前有的空是什么 一切在有而即空 一切在有而即空 那侧空之有 一切在有 一切在空而即有 大概这个意思 何以故 因为 真 非分陷故 我们在讲这法界观美的理 事外观就讲到 这个这个理 这个真空之理 事实上是不能被分割的 所以一定是前空之有 前空之有 对 真非分陷故 事以 事 随理 而言通 对 要是事 万事万物能够随顺这个理的话 那么当然就言通无碍了 那理呢 是随事而差别 对 本身不能离开事嘛 所以在一个种种的差别事项里面 显示这个真空之理 好 然后在经典 也有类似这样一个理跟事的一个描述 这样 理 就有时讲的就是我们的佛性 佛性 或叫真如真空之理 佛修叫法身 佛性随流成其别位 就是说 法身流转于五道成为众生嘛 也有这样一个经典这样讲的 然后某一某件讲到 法同法性嘛 只有一切法都不离开这个理 这个法性 所以那法性什么 入诸法固 就在所有一切差别万事万物中 这个就是从 空不空就是从此跟彼的 有力跟无力 空有正关系上来做说明 那是不是呢 是不是 其实我们也要看他的文字的解释 他讲的是 虽然一切 是不是讲的是什么 一切有 是一有 对 对 刚刚讲到一切诸是不离此一诸 对 一切有是一有 何以故 因为 因为所有的有都是空啊 对不对 所以一切有 也就是一有 所以 有有即空故 既有即空 那空无别义嘛 对 空无别义 事故 一有 即是一切有 对 这个是从事 就是一有 为什么一切有 对 因为都是空的 所以一有是一切有 就是这个讲的就是是 对 那虽然一有是一切有 但不妨碍 这一切有的差别相 所以叫不是 也就从他的本身 一有是一切有 是从他本身的这个空来看 就叫是 那虽然都是空 可是不妨碍他的差别相 所以叫不是 空 同意 这是名词上 就是说他用了那个理性浓通 这部分里面 就用了个空 空不空嘛 那我们去了解到 一有就是一切有 就讲他比较共通的部分 那虽然是一有一切有 可是他彼此又有差别 要强调这个 一有是一切有 是强调他的共通性 然后 这个他们虽然彼此是共通 一有是一切有 可是比 所有的一切有彼此是有差别的 就是 谈了就不是 就是 这个是同 这个是不同的部分 对 好 对 因为一有是一切有 是因为一切都是空的关系 所以这个 是就比较偏重 这个空来讲的 对 然后不是 是讲到 呃 这一切有彼此的差别 就说 呃 呃 一有即是一切有嘛 一切是一 可是不 不爱彼此力然 就是他的差别 对 一切虽然是一 一嘛 对 一有是一切有 一切有是一 但不影响到他彼此的差别 这叫不是 所以 所以 等于这个 词的一个意涵 我们要顺着他本身 的定义 来了解 不能用我们一般的来了解 对 是就强调一有一切有 是是 可是 就是彼此又有差别 就叫不是 叫是不是 好 那何以故 已有即是空 有即是空 所以一切即是一有 而守成 就是因为空的关系 对 那这样的话 就形成所谓的 空有无爱啊 等等等等 如是无爱 存师之 那我们看一下 他引用的经典 一有一切有 然后又不影响到彼此的一个差别 这边就讲到 之一即多 多即一 就我们刚刚讲的 一有即切 一切有 一切有 其实也是一有 的 如是 诸一 还有非一 一跟非一 既足同时 即 入 就是相及相入 融融 圆成一块 能够了解到 一有一切有 然后 等等 然后 不妨碍彼此的差别 那么就 即入融融 严成一块 厚隐厚险 乍有乍无 何即延融显现 何即延融想象 离乃 秉然不杂 秉然不杂 行夺孤立 等三叶之灵 太空 就是 三叶之灵 那就是比较从 互斗上的一个 差别向的一个 呈现 利用双融 双融上 比较常 蜂蜜 双蜜的部分 若仓波之生 民民伯 所以 主办 交印 这个生应该是 排版的一个错字 主办交印 忠实难言 随之为端 佗不可得 何以故 这个就引用到怀炎经 任晃变才 说不戴次第 言辞不断固 的这个 整个 说明到它的这种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 在一个 引起相有 跟理性融通的这一部分上 都在说明法法的一个相互依存 那这边比较偏重在 那个空跟有的关系 理性就比较偏重在空跟有 然后 法性融通的话 其实它会比较偏重在 法法之间的那种关系 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 着眼点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 法杖为什么要特别用这 这两个门来讲 是因为 言起 无自信 无自信 言起 所以在解人的话 他开了这两门 帮助我们去了解法界 言起的这个道理 或法界无碍 怎么进入法界无碍 要透过这个道理的了解 帮助我们进入法界无碍 这是解的部分 那解的部分讲完之后 就是讲行 因为他讲到要进入法院三妹的一个方便的话 不外乎解跟行这两门 那在行的部分 其实 基本上的话 他要讲行 不是直接去讲行 他还是要透过解来讲这个行 对 所以也就是解之下的行 透过解所了解下的那个行 对 好 因为实际上为什么 因为行 是离远结相的 离远 敏见 等等这方面 那我们看一下好了 所以他这边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接着虽然要讲行 可是还要回到解来看 即于上解中 省地起之 也就是说 要讲这个行的话 不能离开解来说明 对 实际上 好 那为什么呢 何者的话就是问为什么 为什么 那因为行是解解王绝 行是把这个解就会引掉 不会再讲的 那实际上 那你既然要说的话 但还是属于解 所以他会 我们看一下 他就讲到说 且如一中有一切时 这又讲到 一有一切的时候 即是一切中有一时 对 好 即一与一切 相即相日 一时 这个是 就真正在醒的时候 实际上他呈现出来 一本身就一切了 一中一定有一切 也不是如我们刚刚讲的 英陀罗网那个批语的影像 而是实质上 他一即是一切 好 然后 反过来一切中也有一 实际上在映奏的时候 那我们 当我们在解的时候 我们会讲 叫一嘛 叫一切 所以当我们在搜的时候 这样我们一跟一切 还是分开来的 对 那实际上的行是 这两个东西 实际上是不能分开来的 因为你一搜到一定是 以一为主一切为乎 对 还是落入一跟多的一个对待 变成一为主 然后多为乎 实际上这也有一并 实际上也是一切多为主 一为福 但我们在解的时候 是分开来 都会落入分开来的这种情形 也就是说 一中有一切 实际上也是一切中有一 要两个同时的 那在实践的过程上 事实上它不是分开来的 但在讲的时候 它一定会变成分开来 对 就是说 一中有多 变成只有一中有多 事实上 多中有一你没收 对 解会呈现有这样的状况 那行的话 两个都有 所以它不是用收的 你要用收的话 就变成 还是会变成说 一中有多 那变成多中有一 你就没得收 或讲多中有一多 变成一中有多 你也没得收 对 所以解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行的话 它是两个同时都会呈现出来 对 所以不是解的 同学你可以了解到这个层面吗 到行的时候 因为要同时遁现这 一中有多多中有一 两个同时握线出来 那才叫行 对 那我们在收的时候 都还是落入解的部分 就只一边而已 对 那这跟行就有漏差了 我这样讲不讲同学 应该可以听得懂吧 只要讲 用收出来的话 你变成说 一中有多 不然就是多中有一 只能讲单边而已 可是行的话 是两个同时都保留的 这才叫行 你在做了之后 你就知道说 洞口不得 为什么禅宗叫你 逼到你洞口不得 因为一洞口就错了 就落入一边了 对不对 这个禅师的话 他们这里高门就会逼到你 真的嘴巴洞不得 对 对 那因为禅宗它重视的是行 对 所以开口 闭口都是错 对 就是有点这种 闭口不得 闭口你还在动 那个链 所以这个行就比较表现在 事实上它要呈现的整个是一个 整个的一个 整体或是双方了 整个的一个呈现出来 的这种情形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华妍怎么来看待这个行 对 因为行它不会落入哪一边 就是同时朗线的这种状况 就是行的这种情形 那当然我们透过前面的解 都是帮助我们建构起那个 同时朗线的那个观念 那入在实践的话 就是 就是闭口而已 所以他想到说 所以因为这样 一中有多 同时也是多中有一 对 就是挤入一时 这种关系 何以故 以诸有法 信志而故 对 华尔本来就是如此的 一中多本来就是多中一 同步的 同时的 然后所不同是随着我们的心染 就是说随我们的心染境而有差别而已 所以障心随染回转成故 如是交参随印 即义即同 对 一时自令 大家注意 一时自令解心解绝 我们那个 就是以一为主其他为虎等等 这些解心从此抿除掉叫解解 然后解恋王错 解心 解恋都 都等于到这个地步都要放下来 都停摆了 对 只要叫解解王爵 对 然后 那达到这个地步 也就是行手呈现出来就是这样 一中多本来就是多中欲 而且都是同时狼献的 然后形成的状态就 见书自战 见书无碍 的这种情形 要是能够达到解心解解的这种状况的话 就呈现起之顿观 我这边也可以照 这样标也可以 这个是我原来最先标 后来我再照改一下 起之顿观相无 施功用勉 可能练起来会比较顺一点 就强调 应该改在这里 大概是起之顿观相无 施功用勉 就强调相无功勉 对 用勉的这个状况 就是我们在行的时候 就是顿观相无 施功用勉 然后追行起迹 还心万象 统十四而难中 然后骨要波桃 该一恋而无隽 等于说一恋 事实上也不是说 对对 十四也是难中的 然后千百千以毫末 处十方以为成 这我们常常在华言里面讲 百千不离毫末 十方不离为成 好端 斩 斩之的话 就一即一切而难言 卷 斩就是斩开来 卷就是缩回来的意思 缩起来的话 一切即一而叵测 加一个而字 也会比较顺 因为刚好古字 应该有时会漏掉 一切 一即一切而难言 对 一算一切可是难以穷就 然后一切虽然是一 可是而叵测 对 所以一即一切而难言 一切即一而叵测 好 然后到行到这个地步的话 他就给力了卢瑟纳佛跟普贤 来做一个说 做一个例子 他说 是故 射那朗圆光于信的 若太阳之夜九天 然后 普贤印碑海于圆生 等重云之耿千夜 等等 等于说太阳 照九天 然后重云耿千夜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情境 就是一种见书无碍 然后再来的话 他这边有一个 接着就说 所以地分三处 天匹四人 等于象征的华言经 不是地上有三处吗 天上有四处吗 所以地分三处 天匹四人 既则如束鹤头江 散则是金鸾肚海 就是一种辟语 这个说云相继的时候 像那个鹤 束鹤头江散的时候 是那个金鸾肚海 论其就是度海 论其解也如比 以其行也如诗 就是解实际上也是如此 那行呢 其实也是如此 都是一己一切 只是说解 我们把它 再做一个 刚刚前面种种的一个说明 那行实际上也是如此的 因准失之 勿击其教 言不及益 曾有诗言 观不弘言 信如其所 要是我们没办法穷达 是让我们怎么先接受 相信这样一个道理 事故行者 存益失之 那接着的话 就是这个都在讲 描述那个行的一个情形 那有一些问答 这个问答比较多一点点 还蛮 对 就是 其实这样行就呈现出 这个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解心解情 对不对 解解王错的这种状况 对 那等于透过这样一个 见书无碍的方式来描述 它的一个情形 那接着的话 进一步要处理到的是 解跟行的那些关系 解跟行的一些关系 还蛮蛮多问答的 好 那我们一个把它看下来好了 行法离眼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行 是离眼解解的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行的特色 所以在华言来讲 纵使在说明这个行 那也只是解而已 实际上的行就是让我们刚刚讲的 事实上离眼解解的 这种情况 我们看一下 他这边有说明 他这边有讲到 嗯 如上所言教义 即解行既成嘛 对对 就是用解行都把它铺成出来 迎合就解为言 为什么只就解来说 而得不言其行 为什么行不能用说的 答 他有回答 特色在行法的 行法本身 行上来说的话 其实他是离见亡眼 离种种的知见 离除种种的元收 所以叫离见亡眼 这是行的特色 所以他动口不得 就是因为离见亡眼的关系 因为眼跟见的话 都只是一个方便而已 所以眼见即为方便 随眼见 这个眼见是两个 随眼见而入证 对我们也只是 依顺着这样的 眼见的一个方便 来进入法界 所以随眼见而入证 然后入证 当你证得的时候 元就是无缘 元本身就是无缘了 元也是无缘 然后不了无 就是不了无见 那么就不是真了 不了无见非真 然后妄直将以为成一半 你达不到这个 事实上是 王见王眼的这个本身的话 是让你不要真正达到那个真 真实的这个一块 那要是说 不了这个无见非真 然后妄直 然后妄直 把那个直起他 那当成正行的话 那是不当的 所以他说 事故妄解不称行也 你没有达到这个 王眼王见的话 实际上就不可能 提达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道理 这个真的这个部分 那你达不到 你又把他妄直 他当成真 当成正行的话 那么这个是妄 是妄 妄解是不称行 跟实际的行 是不能相应的 对 那为什么 这边引用到 愣且今讲到 言说别失行 真实离文字 这很多经典都会讲到 这样的道理 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就强调行是离言离见的 那你达不到这个地步 然后你又把他当成 就已经是的话 那么都是妄解 而且不称 与行不相应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是 好 第二个问题是问到说 既言行法离见亡言 就是离见亡言 那言见莫之能入 言见 当然指言见是不能进去的 因为行是离见亡言 言见的话莫之能入 今即之行是亡言离见 离见亡言祷告就是亡言离见 好像都是通的 好 然后行是已经达到了 所谓的亡言离见 那请问此见 是不是真见 你已经了解到行就是亡言离见 那请问你这样的 是不是真见 那我们看他怎么回答 你明白说行就是离言亡见 对不对 好 那他告诉你说 这个很微妙 你要明白到说 行是离言亡见的话 那你明白这只是解的话 那么这就是正解了 就是解 对 此解即是解 那要是你把亡言离见 此见当成行的话 他告诉我们 不但不是行 而且也不是解 等于两头空 对 你透过种种这些 我们了解到 透过种种的解 来了解到 行是亡言离见 或离见亡言 那么到这个地步的话 其实还只是解而已 那这样就是正解了 那你弄错的话 以为行就是亡言离见 然后以为我这次在行的 其实不是 他说不但不是行 连解都过不上 就两头空了 等于说 你把那个亡言离见的这个部分 当成以行是行 不但没有掌握行 其实也没有掌握解 你掌握解的人 就不会把亡言离见 当成行了 对对 是啊 何况把亡言离见 当成行 等等这些的问题 好 所以他说 为什么 因为 妄见知解 不是解 对对 不但不等同于行 而且连解都过不上 因为你的 那个知见是妄解 那就是妄解的话 就不是真的 真如实的解法 解 所以 那这个的话 引用到维某琴讲到 无以生命心形 说实相 对 因为你用生命心在讲 实相 讲佛法是怎么样 这样都还是落入 我们世间的分别之间而已 对 就 好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就把直这个解当成行 那直解为行 不但不是行 同时也不是解 那第三个问题的话 好 离见知就 就是我们看一下问题好了 第三个问题是 他就问说 行若而就是王见离言 对不对 行若而 岂可除名离见 就是说行 是不能用明跟相 所以叫除名离相 就是王见离言 就是等于是除名离相 然后 杰利 王言 杰利 王言 也是把这个利跟言 全部都免除掉的 然后他提的问题就是说 你把它行当 当成一个除名离相 等兔角之空无 就会不会落入 兔子本身 你去找那个兔角 对对 然后会不会落入 那个 陆疾之非断 就断灭的这种状况 那要是会 行是要离离 除名离相 绝利王言的话 那会不会落入 兔角之空无 或断灭之空的这个情形 对 他就闻到 岂可这样 对不对 慈乃 就说要是 要是是除名离相 绝利王言 会落入这种兔角之空无 或断灭的这种情形的话 那么这不是变成了 慈乃 还成岛子 变成另一种颠岛了 对 也等于说 你在把 倒行的时候 你破这个名 像 施利 圆缩等等 会不会落入一种断 断灭 那要是会这样的 这样是不是成了一个颠倒了 一种颠倒的产生 慈乃 还成岛子 对 那等于他 他忧虑的 或是他所顾虑到的 让离眼结见的这种情况 会变成一种断魅见 那他 对 然后他就继续问下来 因为这些都还是属于在问的这个部分 对 就是 然后既行人有 要是落入这样一个断魅 既行人有长断之谦 那 为真反利邪中 你落入这种断魅 变成不是落入一种邪中吗 一种邪的这种情形 那这样的话 变成说 一令甚至有无因之就 何得经营 以观贤非修行则矣 对 就是你要破矣跟观的这个部分 然后 所以 敏相非心 对 起即为真意 就是只要敏相非心就是真了 就是 好 然后你的这种问题会变成说 意在防过 目的是为了破我们的执着 可是 你要防这种 我们执着的这种过失 可是 你变成又另一种过失的产生 所以 过乃弥彰 对 等于说你一直在 除名离相 竭力亡言 破我们这种种的执着 可是你不会被掉入另一种执着 所以他讲到就是说 过乃弥彰 恐至勤言 勤随见起 反而 产生另一种颠倒的产生 那就是这样 如何上说 所作 贤非 等等等等 若云 离彼 解心 为之何者为行 要是说 一定要 离眼 王见等等的话 那么 请问 怎么才是行 他得问这个东西 等于说你要离眼 解解的情况下 会不会产生另一种问题 产生出来了 所以本来是 要除过乌弥彰 你的过 更多 过乃弥彰的这个问题 那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是 我们看一下 他是这样回答 行是离恋王言 为什么会讲行是离恋王言 因为是以法相应的关系 当以法相应的时候 就自然进入无恋 或者叫离恋王言的状况了 对 情见多明掉了 情见已经多明掉了 是 是 所以应该不会有前面那个问题 何以故 对 因为到情见多明的话 上就是一个离恋王言的这个问题 本身的产生 所以也就是以法相应 所以他讲到 无恋之见 真正达到无恋的时候 无恋之见的时候 其实一切都是融通的 对 有恋才能是障碍 所以活法 为什么要破门的执着 情见等这一些问题 因为你在这个情见中的话 处处都是有爱的 对 那情见明的时候 上 呈现出来叫做无恋之见 那无恋之见这个本身的话 事实上法法是融通的 所以性融通过 然后呈现出理智交测 实际上见也是无恋 然后无恋而见的这种情况 所以任放自在 练不动过 行处作握 其实 虽然在行处作握中 上是不动的 练 动而不动 对 所以 恋而不恋 见而无恋 等等等等 所以 这边就强调了 事实上是 达到那种情见即明的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以法相应 也就是我们行上所要谈的 理恋亡言 理恋亡言 那理恋亡言上是处于这种 无恋之见的这种情况 对 也就是说一般我们讲 就是不动 恋 不动 那大臣讲 不动才是法应 才是以法相应 不动之见 好 那真的有动的话 都落入一个情见 实际上都是摩罗网 都是摩罗网 好 大家可以了解 所以为什么行 行的话是指 他进入的时候 以法相应 所以所有的一个情见等颠倒 这些都抿除掉了 所以叫无恋之见 好 也就是不动 不动 那法障对于这个不动 跟动 它是让他有一些解释 什么叫动 什么叫不动 我们看一下法障的解释 动的话 我们在所谓动念之见 是属于什么样 见此之见 你说我有看到 知道你真的实际上都没看到 对 就是说见此此嘛 知见 然后你说看彼即彼 看彼即彼此既不见 就是说你所见到 你说我有看到 实际上你都是实际上都没看到 对 见此 见此 然后等等等等 那这边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 而言见彼此者 你说我看到了 实际上 没真看到 所以说嘴巴讲说看到彼此 实际上都是妄言 不是真见 所以这样的话 你所见的这一部分 事实上不是正见 也就是摩罗网 对 那所谓不动之见的话 其实他所看到的 即是如此的看到 有此有彼 所以彼此既见 所以无恋之见 不动之见 实际上真正是察觉到彼此 那我们动恋之见的话 我们说我有看到此看到彼 实际上此彼都看不到 你可以了解吗 也就是说你动恋的话 实际上都乖彼此 都没见到彼此 反而不动恋 所见的话 彼此同时 同时都能够双见 好 也就是说我们用情见 也就是用动恋 实际上所看到的彼此 实际上不是真的看到彼此 对 那真的看到彼此 实际上不动恋之见 不动恋之见 实际上都显 才能够真正如实的显示彼 如实的显示此 对 就是如实的彼此 才能够显露出来 是来自于不动之见 不动之恋 当然可以了解到 所以你只要有动恋 你会偏向哪一边 另外一个就看不到了 那实际上变成两边都看不清 看不到 可能你不动恋的时候 如实的可以 两边都同时握线 这个就是行的时候 为什么会呈现 亡眼竭力的这个状况 是因为 只要你起筋动恋的话 会落入彼此 那落入彼此的哪一边的话 实际上是都彼此记不见 都不是正见 所以都彼此记不见 对 那不落入两边的话 同时两边的显露 才是真正的见 所以叫不动之恋 或不动之见 这个大家可以 这个是比较讲到 醒的时候 因为不落入哪一边的那个状况 所以才是真正之见 那你落入哪一边的情况 都是一个进入的 只不过是在一个 明相原力的这个本身上而已 然后如始之见是什么 就叫称法之见 称法之见 那我们看一下 称法之见 所以顺着前面的问题来 他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迎合可见 不动之恋 不动之见 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 其实他要说明的话 他是说 只依善门中方便起之 就前面那边我们来看 但经典不是有讲到 一中解无量吗 一中就有无量 无量中就有一 的这种情形 那法障的解释 就处理到这种 无量的这种不动的这种状态中 一中解无量 无量中解一时 事实上是一切法都是如此 为什么一中九流 因为一法即是一切法 一法即是一切法 一法法而即一切故 就是一法即是一切法 那能够达到这个情况的话 事实上是不动此见 才能够显现即见彼 就是不动此见即见彼 那你动了此见 你反而不见彼 我也可以了解 就是你有动这个链 对对 你不动 就是说你没有产生这个此见的话 你才能够见彼 你从来产生了此见 反而见不到彼 对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说 我知道我知道 实际上你知道只是 你情见之下 就是你的一个本身所见到的那部分 实际上 那你动了这个部分 实际上你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对 对方上不是真的知道 这种情形 好我们看一下 接着他讲到说 若此 若此 唯有 无有彼者 此 对对 是有 我们讲到 你见此的话 一定不见彼 那此有的话 没有彼的话 那我们就不能叫真正的见 实际上 你真的所谓见此 一定要有彼 那才是真彼 那你要是见此而不见彼的话 那还是颠倒见 还是情此之见而已 所以若此才有 那无有彼 当我们看到有此的时候 但此里面没有彼的话 那不是真见 所以 若此 唯有 无有彼者 即不见此也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只要见到此 没有见到彼 你这个此 实际上 你是真的没有看到此 你真的看到此 一定要看到彼 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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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们这样讲 彼此彼此 你的彼地要有此 那你才是真正掌握到此 那你的此没有彼的话 你那个此不是真的了解到此 所以不是彼此彼此 那这样 你看到此没看到彼此 那你这个此就不是真的此 而且是摩罗王 很严重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彼此彼此一下 此里面要有彼 彼里面要有此 有这种情形 才是真的见到此也见到彼 只有此没有彼 你的此不是真的了解此 而且还是落入摩罗王 对 因为你所见的这个此 不是称法之鉴 不是如法 如实地去看到这个法 看到这个此 所以叫摩罗 不能如实地去了解到这个此的话 那就叫摩罗王 对 不能如实地了解到这个彼 也叫摩罗王 不能如实地了解到你自己 也叫摩罗王 不能如实地了解到别人 也叫摩罗王 就是不是真正的见解 好 所以 所以我们讲的 金鉴衣食 这个衣你可以框起来 金鉴衣食 你这个衣的的确确要有一切 你这个衣才能够成立 你的衣里面没有一切 你这个衣还是摩罗王而已 对 所以用这个来解释 所以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衣 只是孤零零的一个衣的话 可能就是摩罗王 对 要看到一切 看到此一定要有比 对 这样的话 就是法印 就是法印 所以金鉴此时即鉴一切 那这个才叫一 你这个鉴一的话 金鉴一时没有一切的话 那这个一就是摩罗王 就不是一了 对 就是我们秦始之下的一个观念的了解而已 对 所以你的真正的如法之鉴 一一定有一切 一切一定有一 所以同时是朗现的这个琴弦 那我们现在都来解 那在醒的时候 它正如实地呈现这个两个双面性 都朗现出来了 那我们是透过解来了解 它们的这种关系 是不能分开来的 这个是我们的解 解的一个帮助我们的地方 对 所以以称法建固 所以才叫法印 所以一中有一切 建一的时候一定有建到一切 那么这个就是法印 就不是摩罗王了 好 所以道理就是这样 所以一上道理 此即因之嘛 那你了解这个一 即是一切 一切即是一 所以一中一定 建一是一定建一切 那么法法都是如此 所以挤入重重 准思可恶 事故若动的话 你的 你动只是动此间没有比的话 那么一只有一 没有一切的话 那一定是入摩罗王 所谓的动是 你执着那个 你的那个一 你那个此啊等等 那就是摩罗王 那个动的这种情形 好 那因为有这样一个 所谓动就是我们那个情建 看一只是一 所以看不到一切 那不动就是不落入那个情建本身里面 所以一即是一切 一中有一切 那这个是 然后后面有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匹域 这是引用到华元经一个匹域 就是两一的一个匹域 对 因为我们会怀疑那个不动 那不动以后那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吗 对 好像很难理解 不动 因为我们平常都动惯了 对对 那不动的话就觉得很难受 会很难理解 那这边就用一个两一 两一的时候 进入那一种不动见的那个情况 不动念的那种情况之下 对 因为不动念就是说你的颠倒执着已经抿除掉了 这种情况 那这边就起了一个匹域嘛 如有两一嘛 自知无常 然后以诸妙药 然后用涂其身 就古道好像有类似这样一个传说 那华元有引用到这样一个匹域 良一 对 然后知道受病可能快结束了 然后他十八般五一 这个医药他很精通 然后想到说如何在生命结束之后 可以继续行医而无碍 对 那就把药拿来涂在身体上 然后等等 这个是大家听起来是蛮奇怪 但这只是借用的一个匹域 在说明其实不动之见 不动之恋的话 他还可以广度众生 要谈到是这一点 对 所以良一段命中之后有药利固 因为他有药涂生嘛 所以是不干燥 然后 然后 一不散坏 虽然不干燥 但也不会没有散开来 对 然后 繁复如常行医 对 那这个是一个匹域的 要看法章的一个解释 对 他把这个 一代表了我们修行的心 达到了不动之见的一个地步的时候 对 那自治无常就说 你的那个之见已经都抿除掉了 之见都已经抿除掉了 然后 以诸药用于徒生的话 表示说 我们所行的话 弃入妙里 对 然后因为悲心的关系 所以以悲愿在修的 对 虽然已经进入不动之恋 但他事实上 他是用他的悲心还在 是以悲心来修 所以就好像良一的话 他以药物徒生一样 就是以悲心而修 对 然后 病中之后 施不干燥嘛 就表示说 法流水中离公用型 因为那个已经是无公用型了 不做意的 这种情形 然后不散坏的话 想象真的是 虽离公用 可是也不停留在无公用上 不领住 对 所以还能够如常的行一 反复如常行一 就是说 在这种 虽然是进入一个不动的这种状况 可是他还能够行一 以法不施的这种情形 那他会显示说 华眼的话 你行华眼上面的话 实际上到行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种不动 不动之恋 不动之恋 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 那本身的话是 那到这种不动恋的这种情况 就是离仇有的种种的一种 之恋的情质 但实际上他能以诸法实德化佑 而且无有妨碍 等于能够行化广度众生的这种情况 何以故 对 因为得心自在 如心而故 称法修行 实际上是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的这种情形 这个就是说明 不用担心你进入华眼上面的时候 进入不动的状况 其实它是起那个无边 无量无边的一个公用型 就是无量无边的一个实德化佑 这种情形 这个就是呈现 一般我们可能会想到说 进入一个不动的时候 会不会什么都停摆 他这边只是挤一个良意来做说明 事实上 你只要悲心在的话 其实是以这个法来广行 来度化众生的 就是说得心自在 然后称法修行 做而无做的这种情形 好 那这个就是 这边的问答真的还蛮多的 因为这只要是在处理到解根行的时候 其实是 尤其行的这一块很容易被我们所误解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会特别 特别花了一些篇幅 尤其以 以问答的方式 让我们去了解到解形的一种关系 尤其对于那个形式上 不好 不容易说 而且真的坦白讲也不容易掌握 对 而且堂堂容易把它弄错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部分的话 它就比较细密的去 这么难以说明的这种本身上 去帮助我们做一个成亲 让我们去掌握的地方 尽量减少让我们误解那个形的部分 形式真的没办法说 因为你一说你一动念的话 都会落入尺 后来就是落入笔 对 那反而都要词笔都不见 不是真见的这种情形 反而在于那个 不落入哪一边的时候 同时显现两边 那才是真见 也是真行的这种情形 这个蛮细的 可能应该以从这段文字来看 应该法杖也有实质上达到相当的功力 所以它会把关让我们了解到解形 不能弄混弄错了的地方 或者的话你把形当成 实际上不是形也不是解 这变成两头空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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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